我在南侧隔壁看到了个动作怪异的女人 一瞬间我还以为眼花了 直到隔壁渗过来了乌黑的血 我叫张三 这么无语的名字似乎只会在小说里出现 但事实上还真有我这么一个人 这名字没任何出处 就是我爸觉得三比较吉利 我登记户口的时候他在村头喝的烂醉 就随口起了这个名字 而我的人生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极其普通 我家里没什么钱 个头不高 长得不帅 脸上还长了几颗青春痘 我是那种你看过眼记不住的人 没谈过恋爱 也没什么特长 去年走狗屎运才考上了这所小城市的二本 本来今天只是朴实乌华的一天 因为等会儿有那个看我不顺眼的地中海老头的课 我就借口撇条来厕所抽根烟 早早就听见隔壁的门声了 但一直都没什么动静 我琢磨着应该是同道中人 为了解闷 我特意选了个靠窗的位置 正百无聊赖的看着窗外 突然隔壁开始敲我们之间的墙板 咚咚咚 刚开始只是很小声 我扭头看了一眼 难道隔壁的兄弟没带纸 我试着问了句兄弟是要直播 对方没有理我 但依然不紧不慢地敲着墙板 我一下子来了兴致 也敲了敲墙板 于是我们两个开始此起彼伏地敲起了墙板 在厕所开启了演唱会 咚咚咚 啪啪啪 咚咚咚 但慢慢地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因为对方的劲开始越来越大 到最后竟然直接开始上拳头了 砰砰砰 对方开始疯了一样地捶墙板 力气之大 让我怀疑他会不会把墙板给捶他了 我擦 你到底是有什么事啊 我狼狈地把裤子提起来 狠狠回踹了一脚隔板 对面安静了一下 但随之而来的是更猛烈的拍门声 听到我的声音后 对方就像打兴奋剂一样 疯狂地不得了 我有点不知所措 正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 厕所墙下的小缝里伸出了一只脚 我开门的手瞬间僵住了 那是一只很小的脚 穿着黑色的丝袜 和洁白的瓷砖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还来不及心神荡漾 我身上就冒出了冷汗 这儿不是男厕所吗 而且这拍门的镜 也不像是个女生啊 忽然一股刺鼻的腥胃袭来 我忍不住向下看去 只见乌黑的液体 顺着那只脚向下流着 一点点渗到了我这边 尽管颜色诡异 我还是认出来了 这流了满地的东西 是血 这绝不是普通的出血量 完全可以置一个人于死地 但隔壁垂墙的声音 却丝毫没有减小 我慌忙往后退去 生怕这玩意粘到脚上 而这时 窗外的尖叫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顺着窗户往外看 只见一个长发女生 疯狂逼向前跑着 而她身后 紧追着三个拱着身子的人 不对 那似乎不能称之为人 虽然她们穿着学生 常穿的运动服 但身上无一例外 都有一道巨大的猙獰伤口 乌黑的液体 顺着伤口不断流下 皮肤也呈现不正常的青黑色 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她们嘴边的两颗巨大的獠牙 那根本就不是人会有的东西 她们虽然诡异地扭着身子 但却跑得飞快 很快 长发少女就因为体力不知被追上 整个操场都回荡起 她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过了一会儿 校园又恢复了寂静 那三个不人不鬼的东西站起来 扔出了一坨乱糟糟的东西 我仔细看了半天 才发现那是一团 带着血和皮肉的头发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紧紧捂着嘴 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看我 看向楼下 刚才那三只中的一个 正死死地朝我盯来 她双目通红 眼珠几乎要裂开 獠牙上还带着通红的血液 她兴奋地看着我 转而冲进了我所在的教学楼里 我感到浑身血液回流 只在电影里能看到的场景 活生生地展现在了我面前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丧尸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右手颤抖着 从兜里摸出了手机 可不管拨哪个熟悉的号码 机械冰冷的女生 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响起 救命 别过来 正在我犹豫着 要不要出去的时候 厕所门外突然传来求救声 那声音十分小 在这个安静的环境中 显得很是突兀 我把门推开一道小缝 确定了门外是一个女生 虽然很狼狈 但身上没有伤口 她怕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竟然闯进了男厕所 我立马向她招手 来这边 她跑了进来 而追赶她的两个丧尸 也是同时追到了男厕所 我连忙锁上了厕所门 少女一进来 就贪软着摔在地上 她大口大口喘着气 随即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赶紧用手捂住她的嘴 折指隔壁 别出声 隔壁还有一只 令我奇怪的是 这会隔壁的丧尸 突然没什么动静了 而那几只丧尸 也没有追上来 少女惊慌地看着我 点了点头 现在外面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很惨 很恐怖 少女满脸惊恐地道 外面 现在就像一个人间炼狱 原本一切都是好好的 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 老师同学都很正常 但突然 不知道为什么 外面开始骚乱 其他班的很多同学 都跑了出来 有一部分跑到了我们班 并大喊着把门关上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照做了 把班门锁得死死的 进来的同学告诉我们 外面爆发了丧尸病毒 结果 结果 结果你们没守住班门 我皱着没问到 不是 她疯狂摇头 声音颤抖道 结果 进了我们班的那些同学 里面有很多感染者 除了我之外 几乎所有同学都被 她捂着嘴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听了她的描述 我知道 她问道 先在这里等着吧 我刚才试过了 手机没信号 但丧尸还砸不开这个门 我回答道 她点了点头 气氛很快就僵了起来 这种情况下 我们根本就不知能说些什么 到了晚上 温度降了下来 少女把身子全成一团 冷得瑟瑟发抖 我把外套脱下来 递给了她 她有些发愣 把那头凌乱的头发拨开 说了声谢谢 我还没说自己的名字呢 我叫林希 我才发现她长得特别漂亮 一张标准的瓜子脸 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 原本是很清纯的长相 偏生了双桃花眼 眼尾轻轻上挑 眼角还有一颗类质点缀 看着那双眼睛 我一阵恍惚 心里突然有一丝一样的感觉 却又收伤来哪不对 你名字真好听 我缓了会儿才到 我叫张三 以后咱们就是难兄难弟了 林希倾笑一声 就算你不想告诉我名字 也不用编这么随便的名字吧 我没有编 我名字就叫张三 林希愣了一下 抱歉 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的 我摆摆手 没事 我习惯了 能不习惯吗 从小到大都不知道 因为名字被同学嘲笑多少次了 丧尸潮好像没什么动静了 我说 是的 这会儿确实没看到丧尸了 他看向窗外 他们的行动好像是有规律的 我陷入了沉思 难道丧尸是白天出来游行 晚上回老巢 如果是这样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逃出去 可这个想法刚一出来 就被我打消了 天刚黑的时候 我还看见有丧尸在楼下追人 只是现在这会儿没有了 又或者 丧尸是在某个时间段固定活动 灵溪突然点醒了我 我立马向窗外看去 今晚天空没有一颗星星 漆黑的令人压抑 但月亮却是圆的 边缘还带着一圈血色 并不是中秋啊 月亮怎么会这么圆 我觉得丧尸群的行动 和天象有关 他缓缓道 从刚才开始 我就一直在观察月亮 眼睁睁看着他 一点点从残缺变成圆月 又看着丧尸潮慢慢消退 直到完全不见 他们之间的变化太同步了 同步道 让人很难不怀疑这之间的关系 我恍然大悟 看着这个面容清秀的女孩 心里不由赞叹那一声 原来她一直蹲在那里 是在如此细致的观察 但说完这些 我们又沉默了 因为窗外的月亮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乌云一点一点覆盖 如果月亮丧失同步的假设成立 我们已经错过了 今夜最好的出逃时机 等到第二天 我们都有点疲惫 厕所虽然暂时安全 但如果不找机会逃出去 我俩迟早得死在这里 食物可以缓一缓 但水不能太久不喝 期间灵溪提出 可以用自来水代替 那边的水十分污浊 总体呈褐色 还带着一股腥臭味 灵溪被熏得捂住了嘴 很明显 这样的水是不能喝的 正当我们因为水源 一筹莫展时 突然传来传来广播的声音 有没同学听到 那声音十分嘈杂 带着电流的滋滋声 我们我们在广播站 幸存者请在今晚 凌晨赶过来 这是唯一活命的机会 楼下的丧尸群 听到广播里的声音 变得更加躁动 去广播站的那条路 顺着走就是学校食堂 要不我们先去广播站 碰碰运气 灵溪说 也行 我说 反正现在我们手机都没信号 广播站里有公用电话 我们可以去打打试试 说不定能先和外界联系上 如果公用电话能打通 我一定要先和就我爸打个电话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灵溪双目有点泛红 你呢 你想家吗 我就算了 我白白手 我一定得先打110 一想到老张头挥着锄头 赶着五头牛跑的样子 我实在是对他担心不起来 别说丧尸了 就是火山爆发 天崩地裂 我都不担心他 相反 他儿子我倒是快把这条小命 交代在这了 又到了晚上 圆月当空 我和灵溪趁着丧尸潮退散 匆匆跑了出去 走之前 我还扫了眼厕所隔壁 那里早就空了 看着那满地的黑色液体 我心里竟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他告诉我 还会再见的 空旷的走廊上 没有一个活人 也没有见到丧尸 地上都是散乱的桌椅 还有很多死去的学生 灵溪不小心踩住一坨白花花的东西 竟是一截手臂 她被吓得死死拽住了我的一只胳膊 艰难地上下了三层楼 我们终于到了广播站 但大门被人从里面锁住了 里面的灯光昏昏暗暗 在黑暗压抑的教学楼 显得有些诡异 我正准备敲响大门 灵溪叫住了我 等等 里面好像有人在吵架 她话音刚落 大门就被人从里拉开 一个娇小的身影被人推了出来 直直撞到我身上 我踉枪几步 连着摔了个屁蹲 而把我当做肉垫的女生 还在不断颤抖着 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 大门张开 一个高个子女生走了出来 死绿茶 偷了我书包 还死鸭子嘴硬是吧 我没有 不是我 娇小女生 慌忙从我身上爬起来 我真的没拿你的东西 高个子女生蹲下身 拽起她的头发 你别再狡辩了 你这样子勾搭那群男的还行 真特别当我傻子啊 刘言 你不要太过分 这时里面又冲出来 一个身形健壮的青年男人 冲高个女生吼道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欺负朵朵 就会添乱 我添乱 刘言冷笑一声 你们可再别被她 这无辜样子给骗了 这种祸害留在广告站 迟早要出事 刘言走后 青年男人连忙扶起了 被打的女生 你没事吧 朵朵 我没事 被叫朵朵的女孩抬起了头 她留着一头 重归重矩的黑长发 身材娇小 脸也只有巴掌大 满脸的淤青 在她白皙的肌肤上 显得有些刺眼 她眼里滚动着泪 让本就乌黑无辜的眼 显得更楚楚可怜 仔细看 她的腿上也有一些伤 这个流言 就会血口喷人 从小被她家里 灌得无法无天了 你别往心里去 青年男人一锤腿道 陈朵朵摇了摇头 也不怪她 我们只是有点误会罢了 误会什么呀 你就是太善良 青年男人正准备在说点什么 突然批见了我们 你们两位是幸存者吗 一来就碰到这种情况 灵溪和我都没反应过来 对 我们是白天听到广播赶来的 我说 咱们先进去说吧 青年男人扶着陈朵朵站了起来 对我们说 外面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比起外面的血腥昏暗 广播室宽敞而明亮 里面有很多同学 但却没几个人说话 显然这样的现实 让大家都很难接受 青年男人率先开口说道 你们好 我叫李斌 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你好 我叫张三 我说 他眼神有点古怪 你咋不说你叫李四呢 我没过多解释 只是尴尬笑了笑 行 不管是张三李四 来了广播站 咱们就是一家 李斌一白手道 现在外面乱成一团 同学都要么死了 要么自成小团体 只有广播站是最安全的 广播站离食堂近 我们也暂时有点吃的 撑到外面有人来救我们就可以了 突然有人招呼道 李斌 过来帮点忙 行 我马上来 李斌又对我们道 我去帮点忙 你们先坐着歇会儿 好 我们点了点头 林希拉了拉我的胳膊 说 没想到广播站里面 看着还挺安全的呢 看起来是不错 但谁知道呢 我说 突然 我感觉到有人的视线扫了过来 我抬头一看 发现是坐在沙发上 抱着腿的陈朵朵 她和我的视线相撞 又立马把头埋了下去 原本以为一切都平静了 后半夜 又发生了意外 站里突然传来学生的尖叫 和玻璃的破碎声 林希被猛的惊醒 紧紧抓住了我的衣服 发生了什么事 我皱着眉观察了一会儿 好像 路波厅有丧尸破窗 跳进来了 我去那边看看情况 你在这边待好 林希缓缓松开了 抓着我衣服的手 你一定要小心啊 其实我内心也是很害怕的 我并不是个热心肠 但我怕丧尸破坏了广播站 我们就没机会逃出去了 路波厅此刻已经乱成一团 一只丧尸正在抓着一个男生撕咬 男生全身是血 腿还在不停地蹬动 双眼因为痛苦而死死瞪着 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丧尸 不像电影里演得和人长相差不多 而是脸部变形 嘴往前秃 看起来特别像长了獠牙的猴子 李斌几人拿着扫把 托把等个式的东西 把丧尸团团围住 大家打得手忙脚乱 混乱中 不知道是谁往他身上丢了本书 丧尸变得一场狂躁 开始扑过来撕咬众人 血腥味弥漫在整个广播站 丧尸又抓住了一个男生 一口咬上了他的胸口 男生拼命地捶打着丧尸的头部 却无济于事 快闪开 男生大喊着 拽倒了录播厅的书柜 丧尸和男生一起被压了下去 众人刚松口气 倒下的书柜又不断被往上掀着 突然之间 书柜的一脚被掀起 然后一个满脸是血的东西 直冲冲向我扑过来 飞来横祸呀 我脑子里一瞬间想到了 我脖子被撕掉一大块肉 双目圆征死不明目的样子 慌乱中手摸到了一个铁家伙 我也不管是啥 抓起来就狠狠 朝扑过来的那碗一头上砸过去 去你奶奶的 吃你爹我一锤 砰 的一声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后来发现那不是错觉 这丧尸的脑瓜子被我砸崩了 我动作不停 手里摸到什么都往这丧尸身上砸 砸好久 直到这丧尸一动不动 周围也完全安静 我停下手 发现所有人都在震惊地看着我 我这才发现丧尸早就没了动静 而地上 多了一坨被几乎砸成糊的人形物体 李斌冲我束了大拇指 兄弟 从小就随着我爹一声怪劲 但胆子却不如那老头的1% 就算在农村长大 看见只老鼠都还会害怕的不行 众人赶紧都忙活了起来 几人合力把丧尸扔了出去 又简单收拾了录播厅 把其余几个房间的窗户锁得死死的 这两个同学怎么办 有人问了 有人开口道 扔了吧 这东西是会感染的 大家简单商量一番 还是一起动手 把两个同学的尸体扔了下去 突然房间里有人尖叫了一声 一个女生捂着嘴道 会 会感染 我刚才看到丧尸咬了一个女生 李斌皱着眉道 你能认出是哪个女生吗 刚才太乱了 我只看到那个人穿着白色短袜 那个女生说 所有人开始互相打量对方 逐渐的 众人把目光聚在了一个扎双马尾的女生身上 他神情慌张 正试图脱掉脚上的白色袜子 更显眼的是他裙子上触目惊心的血迹 他慌忙道 这不是被咬的这 这只是摔的 刚才那么混乱 不小心摔倒了 刚才大家都忙着赶丧尸 双马尾女生颤抖了起来 你们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 我真的是摔的 相信我 相信我好不好 所有人陷入了沉默 刚才的只是尸体 大家可以毫不留情地做决定 那现在 一个活生生的人又带着伤口 该怎么处置 感染者在这儿迟早要变成丧尸 不如把他扔出去吧 不知道谁开头说了一句 大概也是感受到 众人看自己的眼光越来越不对劲 双马尾女生惊恐地说 不 大家都是同学 不能这样 对不起 几个男生拽住了他 有人说 我们不能牺牲整个站来冒这个风险 李宾也叹了口气 希望你能谅解 在女生凄惨的叫声中 我默默退出了房间 怎么选择是他们的事 我该做的已经做了 在门口闷闷抽了几根烟 突然想起来还没打电话 便去了通讯室 此时通讯室一片漆黑 安静地要命 在我摸索登开关的功夫 突然有人撞开我跑了出去 我骂了一句 还没看清是谁呢 就没影了 终于打开了灯 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的公用电话 刚准备去叫灵溪过来 我突然扫见了 桌下堆成一团的东西 那是一团女士短袜 白色的 被乌黑的血浸透 我心里一个咯噔 立刻冲出了通讯室 看到大门处站满了人 一群人不知道都怎么了 死气沉沉的 半天也没人说一句话 扫尸了一圈 我急忙抓住了一个同学的袖子问 那个女生呢 刚才那个流霜马尾的女生 去哪了 那个女生被我吓了一跳 缓缓指向门口 刚才 刚才已经被赶出去了 我赶紧松开她跑了过去 拽了两下才发现 铁门被从里面反锁了 谁拿着钥匙 众人面面相去 良久才有个女生出来搭理我 你要是干什么 大门是不能开的 不然我们随时都会有危险 有什么不能开的 刚才赶人的时候 你们没开 我道 认错人了 赶紧把她弄回来吧 已经晚了 那个女生声音颤抖着说 怎么了 我愣住了 刚才 我们把她弄出去的时候 她一直在闹腾 在外面不停地拍打着门 因为动静实在太大了 所以她 丧尸的嘶吼声 过了一会儿 她就不叫了 外面传来嚼东西的声音 应该 女生的话还没说完 就捂住了嘴 后面的不用响也知道了 草 我扶着她吼道 找错人了 你们知不知道 被咬的不是她 一个个都她妈这么心急 这病还有发作周期 人就这么被你们整没了 女生哭出了声 眼泪巴哒巴哒的落下 你凶我干什么 又不是我赶她出去的 我也只是想 活下去呀 做错什么了 看着她气不成声的颤抖模样 我渐渐松开了她 是啊 大家心里都清楚 就是我们这些 手无寸铁的学生 刚刚害死了一个人 看见他们这些鸵鸟样 我气得想骂他们个狗血淋头 但脏话到了 嗓子眼却出不来了 我有资格骂他们吗 刚才我不也是在旁边围观吗 刚才我张三 一句话都没说 怕牵扯自己就走了 让他们来当这个恶人 现在人死了 我觉得后悔了 可还有什么用呢 我低头从人群侧边走开 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沉重 突然有人叫住了我 等等 你刚才说认错人了 那是不是说 那个被咬的人 还在我们里面 也许吧 我在通讯室桌底下 看见了一双带血的袜子 话刚说完 众人又炸开了锅 回到休息室 发现灵溪还没睡 她旁边坐着一个男人 正在不停和她说话 但她看起来兴趣索然 回来了 灵溪看见我 眼睛顿时亮了几分 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 没有 我看向了她旁边的男人一眼 灵溪对我眨眨眼睛 我大概明白她意思了 那男人看见我后 脸上明显带着敌意 问道 你是谁啊 呵 我还没问你是谁呢 我没好气道 我叫张三 灵溪的同学 这什么破名字啊 那男人脸上带着几分嫌弃 我叫王东 体育系的尖子生 都是校友 认识一下 说着 她向我伸出一只手 脸上挑衅意味明显 我伸手和她握去 果然 这次虽面不改色 却暗暗发劲 手上都爆出了青筋 一上来就是狠的 一看平时都没少这么干 但这次她算是撞铁板了 本来今天就心情不好 遇到这傻缺也没手软 狠狠一股猛劲 就握了回去 去你的体育尖子生 夏天插过秧吗 赶过牛吗 收过玉米地吗 王东被我捏得一张脸都变了形 胳膊一个扭曲的姿势向上弯去 连忙喊道 停停停停停 你他妈是葫芦娃大娃吗 力气怎么这么大 我冷冷盯着她松开了手 她不停揉着自己的胳膊 委屈地看着灵溪 我就跟着兄弟握个手 真没想到她这么大敌意 都是校友 你看你这搞的 你看看 这咋还说几眼了 王东 灵溪扭头对她说 我和张三说点事 你要是有事 回头再说吧 我 行吧 见灵溪都发话了 王东只得撇了撇嘴 走之前还瞪了我一眼 这是你朋友吗 我问 不是 灵溪摇了摇头 我根本不认识她 她也是被骚乱吵醒的 看见我在这就过来和我说话 一直不走 你怎么了 灵溪关切地看着我 我感觉你平时脾气挺好的 怎么现在有点不对劲呢 刚刚在录播室 我 我低着头 简单把刚才发生的事 给她讲了一遍 灵溪认真地听我说完 然后撑起了下巴 你不要自责了 这件事本来也不能怪你 我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话 这一晚我都没怎么睡着 不断辗转反侧 但我清楚地知道 这只是开始 第二天一早 广播站让所有人都到大厅集合 很多同学还没睡醒 就被拽了过去 到了大厅 远远就看见一个穿戴整齐 长相帅气的青年 站在中间 他手里拿着话筒 四周围满了同学 有几个女生 唧唧喳喳地指着他讨论 还有人害羞地低下了头 我认识他 曹亮 校学生会主席 每年的学生发言代表 算是学校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但我不喜欢他 每次开大会 他都不停地卖关子 一副藐视众生的装型好样 大家静一静 看人差不多齐了 曹亮开口说 同学们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 想必大家也知道了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怪物 只有广播站 是学校唯一安全的地方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以我们的力量 远远无法和丧失抗衡 但我们已经和政府的救援队取得了联系 一周后 他们就会派人来救我们 此话一出 原本精神不振的同学们 立刻抱团欢呼雀跃起来 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但是曹亮又连忙说道 救援队那边给的消息是 现在全国都情况危急 他们第一次派的机舱只能承载20人 其余的人可能要等到下一波了 而且在这些天的等待中 大家的伙食成了最大的问题 最少也有一周的时间 这一周的时间 我们该如何度过 这几句就像捅粮水一样 把刚刚兴奋的 众人浇了个透心粮 所有人都默不作声了 大概是察觉到同学们情绪低沉 曹亮又清了清嗓子 道 不过大家不要急 既然我们现在在广播站 那就一定有办法 不过需要大家团结起来 众人屏住呼吸 有人问他 需要我们怎么做 曹亮清了清嗓子 说 其实做法也简单 大家都知道 学校食堂和广播站 只有几百米远 我们现在有40多人 而食堂里存有大量 能供我们活下去的食物 所以我们只要让每六个人一组 每天派出一组去寻找食物 这样几乎刚好能轮过7天 而且公平公正 能保证每个人都吃上食物 那不就意味着 我们每个人都要出去 面对那些可怕的丧失 有人质疑道 可以挑凌晨的时候出去 曹亮说 但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不过这个时候 大家既然想保全自己的温饱问题 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 六个人同时出去 那感染的风险不是太大了吗 但正是因为人多 大家才能更安全 曹亮说 一个男生搂紧了自己的女朋友 问那女生可不可以不出去 曹亮说 在灾难面前 人人是平等的 我们这里女生这么多 只靠男生是远远不够的 所有人都脸色煞白 有的女生直接吓得哭了起来 稍等一会儿 我们就会给大家随机分组 大家按照组号 每天出去一组 他补充道 又有人问道 我们不能自己组队吗 现在时间特殊 如果大家都自己组队的话 可能会导致 我们从内部分崩离析 而且也没办法保持公正 我在一旁听着 不得不承认 曹亮嘴皮子是真耍的滑溜 不管别人怎么说他 都能圆得上话 尽管很多人还是有意见 但迫于大事 也都咽肚子里了 分组名单很快就出来了 我发现自己在第一队 而灵溪在最后一队 想想挺搞笑的 从小到大没得过什么第一 争着去送死的活道 是分了第一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队伍越靠后 生存几率就越大 毕竟谁也不知道 外出会发生什么 继续翻着名单 我在我的队伍里 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 李斌 陈朵朵 张三 你在第一队 灵溪担心地看着我 没事 反正早晚都要去 我厉害得很 到时候还能给你 多带点好吃的回来 我笑着对灵溪说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笑得出来 灵溪埋怨道 根本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当然知道没那么简单 出去就意味着 随时有可能丧命 但我并不想让她担心 很快到了晚上 在李斌的带头下 我们几个不得不先 做了这个出头鸟 人还没起的时候 刘妍还特意过来转了一圈 是来看望陈朵朵的 哎哟 这不是那个小绿茶吗 怎么要出去打丧尸了 刘妍挽着头发嘲笑道 那你可要小心点 千万别死在外面呀 刘妍 陈朵朵咬着嘴唇 冷冷看着她 是不是你 故意把我排在第一队的 我记得你和曹亮关系很好 对不对 谁知道怎么回事呢 毕竟你这么贱 谁不想踩上一脚 刘妍冷笑着说 平时竞干烂事就算了 体育老师你也不放过 我看你们这次 就全死外面得了 差不多得了 这人实在吵得我脑子疼 你自己不出去 就别在这说这些风凉话 关你什么事 刘妍开始上下打量起我 想英雄救美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长什么样 我们出去是给所有人找食物的 你要是闲着没事 就跟我们一块出去 不然就别在这吹冷风 我面无表情的说 这下刘妍懒得再理我了 又看向了陈朵朵 又勾搭了个屌丝帮你说话呀 你这方面的功夫 我是自愧不如 陈朵朵一言不发 只是眼眶变得有些红 加油 小吊丝 留言对着我道 保护好你的女神 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哦 她走之前 还恶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我倒无所谓 奶奶低 老子马上要去跟丧尸肉搏了 她还在那一直说 那些不吉利的话 烦得很 这时突然感觉 袖子被人拽住了 我扭过头 发现是陈朵朵 她低着头 眼神有些躲闪和害羞 轻轻地说 谢谢你 我把胳膊缓缓抽开 不用 我不是因为你 见我这样 她愣了一下 我没有别的意思 真的 只是想感谢你 不然我刚才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不得不说 陈朵朵确实长得很漂亮 此时一双眼睛 因为红肿 更增加了些无辜感 显得尤为水灵 也难怪说 会有男的护着她吧 过了会儿 李斌他们也来了 我们六个人 小心翼翼地沿着墙行走 生怕哪个动静 惊醒了沉睡的丧尸群 一天过去 走廊上的尸体变得更多了 我才意识到 原来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变成丧尸 很多人在没有变异之前 就已经被生生吃掉了 陈朵朵紧紧跟在 我和李斌身后 手牢牢抓着 李斌后背的衣服 看样子她也怕得很 李斌看向她的眼神里 除了心疼还是心疼 我甚至怀疑 她是为陈朵朵 而特意来第一组的 出了操场 我们便走散了 不过我也无所谓 单独行动更方便 遇到丧尸把腿就能跑 人多反而麻烦 食堂一楼 已经惨不忍堵了 直觉告诉我 不会有什么吃的 就算有 也被逃亡的学生 轰强光了 于是我准备去二楼看看 不知道电梯还能能用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打开了电梯 发现竟然还通着电 心里刚松了一口气 结果电梯降落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 直直地冲我倒了过来 砰 李医生摔在了地上 那是我见过的 最猙獰的脸 我发现 既然是我们的物理老师 她脑子被开了瓢 地上脑浆和血浆 撒了一地 还有一袋烂了的刀削面 我不知道她生前 经历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她的尸体为什么僵直 但我知道 她一定经历了 非人的折磨 我立刻打消了 坐电梯上去的念头 本来想坐电梯 就是怕楼梯上 再碰到什么牛鬼蛇神 这下可好 差点没给我吓尿 摸到二楼早餐店 我随便拾了个破边之袋 看见吃的就往里面塞 事实上 大多数的糖食 都被洗劫一空 我能找到的食物 也仅限于包子饺子之类的 都这个时候了 谁还顾得上脏不脏 能装就完事了 意外的 我又在一家饺子店后面 发现了间冷藏库 冷藏库的柜子里 存着一大团生肉 和大葱 蒜 胡萝卜之类的新鲜蔬菜 最下层竟然还放着两袋方便面 正当我暗自窃喜时 冷藏柜背面 突然传来了一阵响声 我撞着胆过去 看了一眼 那人戴着巨大的白色厨师帽 应该是靠着冷藏柜睡着了 身子一起一扶 还在微微打着呼噜 虽然从背后看着 他和人没什么两样 但我心里非常清楚 在气温这么低的情况下 能睡成这样的 肯定不是正常人 我动作轻快地收拾起东西 生怕一点风吹草动 惊动了这尊大神 然而就在我收 最后一颗大白菜的时候 那人身子猛地坐直了起来 我的手瞬间僵住 冷汗也冒了出头 那丧尸说话了 嘴里嗡嗡的 不知在说些什么 我大气都不敢出 一动不动站了很久 但想象中的恐怖画面 并没有到来 那家伙哼起了几声 身子又软了 重新弹倒在椅子上 我摸了下后背 发现衣服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虚惊一场 谁知道这玩意儿都成丧尸了 还改不了说梦话的毛病 我立马溜了出去 索性这次拿了不少食物 我把当中一部分打包 藏在了衣服里 整个人瞬间看着壮实了不少 在外凡事留个心眼 不管那群人看见食物 会有什么反应 起码我和灵溪得有饭吃 路过水房 我又顺手提了两桶矿泉水 刚好还能当武器时 刚拿住 突然听见水房旁边的保安室 传出了声音 我立马警惕地看过去 刚好发现保安室的门是虚掩的 里面没开灯 但借着水房的光 还是可以看清的大概 只见在平时保安大爷坐在摇椅上 两个身影重合在一起 夹杂着摇椅滋哑哑哑的响声 我一看都又红了脸 两人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 我在门口看了一阵 顿时有点口干舌燥 怎么说我也是个年轻的大小伙子 这也推挑战人了 我正胡思乱想着些什么 突然女主角把头扭了过来 这次我清晰地看到了她的脸 白皙的脸颊 乌黑灵动的眼睛 正是那个熟悉的面孔 陈朵朵 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说不清是陶醉还是什么 突然 她眼光朝我扫了过来 不同于上一次那害羞躲闪的目光 这次她的表情带着浓浓的张扬与大胆 她一定看到我了 我可以肯定 她冲我笑了起来 露出两颗甜美的标志性小虎牙 显得极为乖巧 但眼神里却满是轻蔑和挑衅 很难想象 在她那张白脸一样清纯的脸上 除了无辜委屈 竟然还能有这样的表情 要不是看得清清楚楚 我简直怀疑是不是换了个人 不知为什么 看到她的笑 一股前所未有的烦躁涌上心头 她笑得太刺眼了 刺眼地让人想过去把她这人撕碎 我深吸了口气 一路小跑赶了回去 回到广播站 同学们看到我手里提的大袋东西 情绪都非常高涨 和我们同事出去的另外三个人也回来了 他们虽然没收获太多东西 但人没受伤就好 现在就只剩李斌和陈多多没有回来了 但我心里清楚 这俩人好得很 甚至比在场的每一位同学都活得更快了 灵溪看到我回来 连忙问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哪里受伤 没有 你放心吧 我悄悄把她拉到一旁 把身上的食物缓缓倒了出来 我还藏了一些吃的 应该够咱俩撑过一阵了 灵溪见状 好奇道 你这也太明显了 不怕同学们发现吗 肯定能看出来 但出去冒险的是我们 所以他们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说 原来是这样 灵溪点了点头 不过我有些好奇 你带的大白菜大蒜之类的 要怎么吃啊 我有些哭笑不得 都什么时候了 有的吃就不错了 灵溪又点了点头 也是哦 看着她那呆呆的样子 我忍不住有点想笑 但我其实知道 经历过生理死别后 这丫头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 不同于我们这边的轻松惬意 广播站另一边 气氛开始愈发变得紧张 曹亮站在门口 不停地低头看着手表 所有人都在等待 整个大厅人心惶惶 时间不断地流逝 天色也在一点一点地变亮 云雾很快就聚拢起来 抬头看 月亮已经不在高空之上 但那两个人还是没有回来 曹亮在担心 他或许是在担心成员的安全 或许是在担心 这第一波就有人折损 会不会对他的声望 造成不好的影响 刘延在担心 他或许是在担心 陈朵朵能安全回来 他还要再见到那张令人厌恶的脸 其他人也在担心 他们或许是在担心同伴的安危 或许只是在担心 这两人会不会就是以后的自己 终于急促地拍门声响起 他们的担心被放了下来 曹亮透过猫眼看了一眼 放声道 开门 众人赶紧把门打开 迅速把满身是血 狼狈至极的陈朵朵接了进来 虽然放他进来了 但所有人都离他远远的 围成了一个半圆 一人指着他质问道 怎么这么多血 你是不是被丧尸咬了 陈朵朵哭得浑身颤抖 没有 我没有 这不是我的血 这是李斌的 你什么意思 说清楚一点 有人从人群里冲了出来 开始推散陈朵朵 陈朵朵哽咽道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在我们的努力下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食物 但就在我们准备带走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从哪出来了一只丧尸 李斌和我疯狂地跑 我们两个找了间教室躲进去 那时候我们以为都安全了 李斌拉着我 想要对我说话 但他话还没说完 那只丧尸就从窗户里爬了进来 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 李斌当时还有最后一点意识 他 他拽住了丧尸 让我先跑了 然后他 陈朵朵捂着嘴 说不下去了 后面的事 不用想也都能猜到 李斌作为体育老师 人缘还是很好的 大家沉默了 气氛也有 点沉重 看到陈朵朵哭得几乎崩 众人实在于心不忍 确实 同伴在自己面前遇难 任谁都无法接受这样的刺激 曹亮给陈朵朵递了张纸巾 哎 你别哭了 看到你没事 李斌他身为老师也会欣慰的 所有人都在安慰陈朵朵 几个女生围着抱住了他 看到陈朵朵这个样子 他们也不禁红了眼 我在旁边目睹着这一切 自始至终 一句话也没有说 受到惊吓的陈朵朵 被单独安排在了一间休息室 我等所有人都走完 才敲响了他房间的门 怎么了 有事吗 陈朵朵看到是我 正正道 没事 就是来看看你 我随手递过去一张纸 你别哭了 李斌走了 我们都很难受 这事也不能怪你 我知道 可我还是接受不了他那样 死在我的面前 陈朵朵接了过去 我知道这种时候 自己这样子不好 过一阵的时间就会好了 风火戏猪猴 我突然直直看向他 打断道 什么 他那张梨花带雨的脸上 充满了疑惑 没事 你看小说吗 他是一个写网文的作者 我还挺喜欢的 我随意摆了摆手 如果还有以后 建议你去多看看他的书 到时候 希望你能编出 更好的故事给我听 你在说些什么 陈朵朵茫然地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本来在一个 普普通通的破本科里 没事就读读小说 安心做个 无人问津的死宅男算了 怎么偏偏就摊上这些破事 我自嘲地道 如果你是遇到什么事了的话 可以和我说说 如果只是来看我笑话的 那就算了 陈朵朵默默低下了头 放心 我没大闲工夫笑话你 只是过来还你个东西 我对他笑了笑 把口袋里装的东西 扔了过去 毕竟一直拿着这玩意 还挺不好的 万一被人当作变态怎么办 陈朵朵看见 被我扔过去的东西 表情瞬间沉了下去 原来你都知道了呀 他说 那你怎么确定 这东西就是我的 他轻轻地拾起 那双白色短袜 如果我说你是个变态 这是被你偷过来栽葬我的 你是不是死无对证啊 张三哥哥 我懒得去戳穿你 虽然不知道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变成丧尸 但警告你 离我和我身边的人远一点 我冷声道 李斌到底是怎么死的 没人比你心里更清楚 真的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多管这些事 原本不差这一脚 你说不定就和你的垃圾人生一样 虽然可能死得随便点 但起码还能少些痛苦 陈朵朵从凳子上坐了起来 朝我一步一步地走来 他的表情陌生地可怕 我看着他的脸 一瞬间竟有种感觉 他和我好像已经不在一个世界 甚至已经不是一个物种了 他嘴角微微向上扬起 然后线长的手指 解开了自己领口的扭扣 一颗两颗露出脖梗处 白皙柔嫩的肌肤 我向后退了一步 他轻笑道 怎么这就害怕了 你别过来 我不吃这一套 我往后扶住了门 真的不管用吗 他问 没用 我就是来还你个东西 别的和你什么交集都没有 什么交集都没有 他不断琢磨着这句话 你说 他把手伸到了自己的领口 如果现在我把自己的衣服撕烂 大声喊着你飞离我 你说同学们过来看到了 是会相信你 还是会相信我呢 冷汗 顺着我的额头流了下来 我丝毫不怀疑 如果他真的那么做 被扔出去的一定是我 死了一个李宾 还有第二个 第三个 陈朵朵这样的女生 身边不会缺拥护者 我咽了口唾沫 道 你以为我来这儿 就一点准备也没做吗 在他的注视下 我缓缓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这波手机 县里充话费送的 信号不怎么样 打个电话半天没人接 但录个音 基本还是没什么问题 陈朵朵愣了一下 你都录下来了 毕竟外面女变态这么多 不留点心眼怎么成 我默默地把手机收好 来找你之前 就觉得孤男寡女共处 是不太妥当 特别是你这种 心思不正经的女的 所以现在你要用这段录音 来威胁我吗 让我看看你的胆量 陈朵朵挑了挑眉 道 并不 我摇了摇头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想掺和你的事 我只想让你 离我和我身边的人远一点 说完 我直接拉开门走了出去 关上门的一瞬间 心里不由松了口气 从口袋里 拿出已经黑屏的手机 刚才漏说了一点 这手机不仅反应慢 信号差 还非常不耐电 早在我刚出厕所的时候 手机就已经没电关机了 本来我跑这一趟 只是想拿那双袜子 扎一下陈朵朵 但没想到收获这么大 陈朵朵的反应很明显告诉我 他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 但以他的城府 会真的看不出 我的这点小心思吗 总之 离他远点是绝对没错的 接下来的两天里 每天都陆续有小组 出去找食物 出奇的是 按照广播站座的名单 和规划时间 没有再出现伤亡 经过这两天 外出小组的搜罗 站里囤积了大量的食物 礼宾的事 好像只是个意外 众人都慢慢安心下来 但我注意到 曹亮每天都在名单上 不断记一些东西 看上去有些反常 有次我假意和他搭话 想要看看那是什么 谁知他冷冷甩了我一眼 这家伙多少有点重女青男 一有漂亮妹妹和他搭话 他那脸立马笑得 跟朵菊花似的 男的找他 他就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跟别人欠了他500万一样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 我发现曹亮其实也很猥琐 他特别喜欢看女生的腿 他总是有意无意的 在那些穿短裙的女孩身上打量 外表看着挺正经的 其实也不是傻好人 我催了口唾沫 我虽然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但我起码不像他藏着掖着 本来一切都不如正轨 大家也慢慢燃起了生的希望 但第四天 变故突然出现了 第四天凌晨 同学们在铁门处等很久 但迟迟都没有听见 有人敲响铁门 本早就应该回来的第四组 一个也没有回来 一直到天亮 铁门都没有一点动静 没人知道这六个人经历了什么 甚至外面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像是人间争发了一样 战里气氛又开始变得无比紧张 没人敢去猜测这些人的情况 也没人想去找他们 毕竟谁都不愿意白败送死 前几次的安逸 让大家放松了足够多的警惕 谁能想到 这一次出行就是全军覆没 提出计划的曹亮 一时间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同学们情绪非常激动 曹亮显得很焦急 你们这么大声 不怕引来丧尸吗 这句话确实震住了众人 但质疑声还是不绝于耳 见大家情绪稍有稳定 曹亮趁热打铁道 毕竟我们是人类 也不能对丧尸的习性了如指掌 大家也知道 外出寻找食物会有危险 这是不可避免的 再说 那六位同学也不一定是遭遇了不测 他们很有可能是躲起来 甚至逃出去了 我们不要在这里随意揣测 现在要做的 是所有人团结起来 好好分配一下 我们这几天所搜寻的食物 一直等到救援队来 听他说完 慢慢的 我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照他说的 丧尸群不知道发生什么变化 所以要暂时终止小组 出去寻找食物的计划 我们就算能等到 那什么救援队来 也需要至少三天 那食物 无疑成了这个广播站里 最珍贵的东西 而且救援队的名额只有20个 这些名额到底给谁 现在还没人能说得准 同学们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 显然他们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曹亮也按照他自己所说的 和其他几个人 一起去整理了食物 然后给每个人分了一部分 这么少 你玩我们呢 一个男生拿着手里的食物 跑去质问曹亮 三天 最少也是三天 你就让人吃这么点东西 曹亮道 我们人太多了 到大家手里的食物就是这些 现在已经把这几天 外出同学拿的所有食物 分给了大家 食物引起的纷争远不止于此 逐渐的 很多人因为食物分配不均匀 去找曹亮讨要说法 甚至同学之间大打出手 在这种持续僧多粥少的情况下 大家都渐渐变得不太理智 啪 一个女生被人拖了出来 狠狠抽了一巴掌 偷我的吃的 你要脸不要 那个女生被打得疯狂闪躲 但手还是紧紧抱着怀里的食物 这股动静很快引来了围观 有人问道 这是怎么了 他偷我的吃的 还顺走了我背包里的钱 这本来就是我的 我没拿你的钱 被打的女生毫不示弱 但他闪躲的表情 着实难以说服众人 这时有人认出了被打的女生 我认识她 她叫姚宇 以前就偷过我宿舍放的钱 我和她一块上过公共课 当时我丢了一个手链 过两天就出现在了她手腕上 这家伙是贯偷啊 还死不承认 随着言论开始出现一边倒的趋势 姚宇 脸色越来越苍白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一个学生和偷这个词搭上了边 那她的名声都会迅速臭得厉害 慢慢的 声讨姚宇的人 从被偷女生一人变成了很多人 他们指着姚宇指指点点 好像所有人都被她偷过东西一样 还动起了手 混乱中 不知道是谁撕扯掉了姚宇的上衣 她脸色通红 开始奋力挣扎起来 但没一个人理会 经过这些天的气氛压抑 加上面对食物短缺的困难处境 众人情绪都变得有些癫狂 眼前的这一幕让我倍感震惊 同样不敢相信的 还有林夕 她待着了一会儿才说 我这是见到地狱了吗 曾经我和林夕都见识过生理死别 我们一直以为 把人生吞活剥的丧尸最可怕 但现在 里面的这些人 又和丧尸有什么区别 都是为了自己的需求 选择吃人罢了 尽管穿着整洁 打扮得体 没有那两颗圣人恶心的大獠牙 也难以掩盖 人类曾经是野兽的本质 即使这样 众人还觉得不过瘾 有人趁乱去扯姚宇的其他衣服 姚宇疯了一样的 紧紧拽着自己的衣服 大声哭喊着 林夕看不下去了 张三 我们去制止他们吧 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 他们已经疯了 谁上去 谁也得挨揍 我说 我明白林夕的心情 这群人的行为太恶劣 谁能看得下去 但心里仅存的理智 牢牢抓着我 告诉我不能冲过去 姚宇有错吗 是 姚宇一定做错了 但她错得远 没有这么离谱 怎么样也不应该得到 这样的惩罚 更轮不到他们 来惩罚羞辱她 这些人根本不管 她是否罪该万死 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发泄口 一个彻头彻尾的撒气筒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过去 那这个发泄点就会是我们 相信我 林夕 别去管她 我把林夕拉了过来 那里现在不是一群人 是一群魔鬼 姚宇的哭喊声 不断刺激着林夕的神经 林夕犹豫了一下 突然狠狠甩掉了我的手 你不去就别管我 我自己去 张三 我真的看不起你 说完 她就冲进了人群 我没料到她这么干脆 也没想到她正义 赶进人这么强 赶紧追了上去 可我刚抓住她的衣角 拥挤的人群 瞬间就把她挤了进去 而我被隔在了外面 林夕 林夕 我疯狂喊着她的名字 场面太混乱了 没人听得到我的声音 我不敢想林夕进去后 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她出什么意外 我一定不会原谅自己 我隐隐听到 里面林夕和别人争吵的声音 有人骂她多管闲事 好像还有人想动手 我拼命把人群拨到了两边 硬生生挤出了一条路 刚挤到最里面 不知道哪个孙子扮了我一脚 我摔了个狗吃屎 而与此同时 正在吵闹的众人 不知道为什么 都突然安静起来 我抬头看 只见人群正中央 离我脑袋不过一寸的地方 直直竖立着一把黑色长剑 把地板砖都劈出了裂缝 是真剑 我感觉头顶一阵发凉 没看错 是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的剑 有多远滚多远 要吵都出去吵 长剑被一个 身穿黑色运动装的男生 握在手里 他往下瞥了我一眼 把剑收了回去 尽管角度清奇 我仍然能看出他 长得非常帅气 凌厉的剑眉 漆黑深邃的眼 高耸的鼻梁 活脱脱一张 武侠小说里男主的脸 我站起来拍了他屁股 看到了灵溪 他没事 只是头发有些散乱 但姚宇的情况就很不好了 身上都是瘀青和伤痕 上衣几乎被整个撕烂 你特么多管什么闲事啊 吃饱了撑的 有个胖蹲出来想推散他 我们教训贼管你屁事 黑色运动服男生侧身一躲 手里的长剑 直接架在了那人脖子上 想叫训就出去 那胖蹲瞬间额头冷汗低落 李修然 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貌似有点印象了 是那个从小学武术的李修然 他不是去进修了吗 真的 好像就是他 我记得他还在开学典礼上 耍过一套剑 当时把学妹们迷得要死 啥万一啊 21世纪了 还有人相信剑 就一桩插的大蒜罢了 你还当真了 几人正喷着 一扭头突然看见李修然 正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 立马闭住了嘴 他不用证明给他们看 他只是简单地站在那 周身那种不近人情的感觉 就让人充满压迫感 这种人在人群里碰见 你都想从他身边快速走过 生怕有什么交集 看向他的 不只有他们 还有灵溪 我看见灵溪用一种 很复杂的眼神看向李修然 此刻这个黑衣青年轻瘦的身影 就像一座大山 横在了我和灵溪的中间 大概没人想得罪李修然 众人都纷纷散了 只留姚宇在原地抱着腿哭 他身上还披着我曾给灵溪的那件外套 李修然走过去 问道 没事吧 姚宇抬头赶急地看向李修然 他明白刚刚是他救了自己 连忙说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刚才我可能救 没问你 谁知李修然扭头看向了灵溪 没事吧 灵溪低下了头 我没事 刚才谢谢你了 举手之劳而已 李修然轻松扛起自己的剑 你有时间吧同学 要不要和我聊一会儿 这李修然看着道貌岸然 谁知道竟然是来勾搭灵溪的 还没等灵溪说话 我就替他打倒 他没空 李修然冷冷地看向了我 灵溪这才发现我来了 表情有些惊讶 张三 灵溪 刚才我跟着来找你 但是被那群人挤跑了 我解释道 你还好吧 有没有哪受伤或者不舒服 张三 刚才情况急 我说话有点过分了 灵溪有些愧疚地看着我 我连忙摆手 那都没啥 只要你没事就好 那个 咱们要不要回去歇一会儿 我期待地看着灵溪 但他看了李修然一眼 对我摇了摇头 不了张三 灵溪说 你走吧 我想和他单独聊聊 几乎就是一桶凉水 顺着我的头顶淋下来 何必呢 自己还自作主张地帮灵溪回答 说到底 我们也没什么实质性联系 只是早点在厕所认识罢了 看看眼前的李修然 高大英挺 气度不凡 还有能保护好灵溪的实力 我凭什么让灵溪跟着我回那个破休息室 嗯 这样啊 我快速点点头 冲灵溪露出一个笑 那你们聊吧 吃的都还放在老地方 你饿了 记得去拿 灵溪点了下头 立刻就把脸扭过去了 李修然冷不定问了句 这些杂事都处理好了吗 灵溪又说了什么 我也无心听了 走之前 我看了李修然一眼 她没有瞪我 或者得意什么的 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 她甚至懒得抬头看我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地 心里竟有种被挖空一块的失落 走到大厅 有几个女生在叽叽喳喳的说话 你们知道吗 刚才那个男生就是大二的李修然 一身全是名牌 真的帅爆了好吗 就拿剑砸一下 一大群人全散了 屁都不敢放一个 要是能找到她这样的男朋友 肯定不用担心以后的安全了 哈哈 你在做什么梦呢 他们的调笑声 每一句都不偏不倚 钻进我耳朵 我听得有点烦躁 自己一个人又去了通讯室 通讯室作为联络的地方 一般没什么人来 我靠在窗台旁 拿出自己仅剩的那几根烟 一根一根抽了起来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 四周静得要命 没人注意屋里少了我这个屌丝 我一个人在窗边待了很久 突然有点想家里那死老头了 要不是通讯室的电话打不通 我其实也很想问问她 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她能耐大得很 但丧尸毕竟是沾了毒的东西 也不知道灵溪现在在干嘛 她应该和李修然聊得很开心吧 她看李修然的时候 那种复杂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李修然其实也挺好的 活这么多年 没见过比她更帅的小伙 还会耍贱 听起来跟假的一样 但人家实力就明摆在那 真就人间行走的大侠呗 不知道她看不看天涯明月道 脑子里正乱七八糟的想着 突然屋里灯光熄灭 眼前瞬间变暗了许多 外面传来同学们的吵闹声 隐隐听到有人喊停电了 我刚准备从兜里掏出火机 突然一只手从背后横了过来 紧接着一个冰冷的东西抵住喉咙 别出声 这动作干脆利落 没给我一点反应的时间 我浑身崩直 一动不敢动 突然 胳膊上传来一阵强烈的刺痛 一股酸麻的感觉 通过右臂蔓延全身 我痛苦地全住身子 那人又狠狠一脚踹在我屁股上 我艰难地抬起头 想要看清这个罪魁祸首 入眼却是一片柔白 洁白的月光透过窗户 轻轻打在这人身上 我很少见到身材这么修长的女生 一双长腿分外引人瞩目 挤腰的黑发自然散下 和银白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 他居高临下地看向我 嘴角带着一丝胜利者的微笑 从今往后 你就归我管了 五 你是什么人 刚才给我注射的什么东西 我连忙问道 接下来的几天里 你需要乖乖听我的话 他蹲下身子 一双丹凤眼眼尾向上扬起 不管是吩咐你做什么事 你都必须去做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反问道 就凭你的命在我手里 周迎上前抓住了我的领子 别挣扎了 你是不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 在这药面前 你再大的力气都没用 没有解药 你只有认栽的份 我试着抬 抬胳膊 但确实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现在的我就像一摊泡发的面 全身都软绵绵的 这种感觉 绝不是普通的麻醉药可以做到的 看着这张陌生又美丽的脸 我心里生腾起一丝不妙的预感 这次说不好得栽跟头了 大姐 要不我们商量商量吧 我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放松了些 我就是个普通大学生 干啥啥不行 你闲着没事找我干啥呀 我确实是看不上你 不过 他轻轻地笑了笑 有人似乎对你很感兴趣 毕竟是个能徒手打死丧尸的人 那次真的是个意外 我不有解释到 我就是个农民的儿子 小时候天天下地里干活 力气比别人大了点而已 其实我啥忙也帮不上的 力气大 周莹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是一般 你不会天真到以为 丧尸的脑壳是靠力气大 就能打烂的吧 什么意思 看样子 这个周莹似乎对丧尸了解很多 你不需要知道那些 你只需要明白 听我的话 活 不然 死 周莹突然俯身 用修长的腿抵住我的喉咙 怎么样小朋友 我已经没耐心了 你决定好了吗 冷汗顺着我的额头流了下来 缺氧的感觉着实有点难受 我含糊不清地道 我决定好了 然而周莹并没有松懈腿上的力气 她眼里带着些许细血 直到我实在支撑不住了 才缓缓把腿放开 还挺实相 周莹站起身来 这要是慢性药 你现在不过是急性发作 躺一会自然会好 等会你能活动了 来录播听找我 但任中途没人发现你吧 这种时候 那些人都巴不得能多死几个人 她边说 边推开门走了出去 我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女人的腿不是腿 简直就是杀人的力气 造孽啊 我想不通 今天到底是得罪谁了 不知道在通讯室躺了多久 身上那种绵软的感觉 才渐渐下去 但取而代之的是 腹部传来的疼痛 我捡起地上空了的针管 凑近闻了闻 不知为什么 这要让我有一种 本能的排斥与厌恶 来到录播听 我一眼就看到了 独自一人玩手机的周莹 她看到我 反手把屏幕扣了下去 没想到 你还挺快的 我直奔主题 说吧 现在你想让我怎么做 才会把药给我 周莹慵懒得伸了个懒腰 然后从那她的书架上站起来 别急 先跟我出来一趟 不得不说 跟在周莹后面 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 真不知道她是什么身份 几乎每个路过的同学 都会和她笑着打招呼 并且选择性无视周莹身后的我 正想着 我又见到了个熟人 陈朵朵被一个体型标状的男人 搂在怀里 两人边走边说笑 不知在聊些什么 从两人身边经过的时候 她微微压抑地扫了我一眼 我倒是不关心她的是 色字头上一把刀 上一个和陈朵朵扯上关系的人 恐怕现在已经死在荒郊野外了 张三 周莹突然扭头对我说 交给你第一个任务 什么 看到那边两个男生了吗 她悄悄指着角落里 两个黑眼圈很重 看起来精神很不好的男生 你去盯着他俩 等他们一睡着 你就把他们背后藏的那点食物拖过来 可是我犹豫了起来 这种时候 大家都是靠这点食物保命的 先管好你自己的命吧 周莹瞥了我一眼 别给我装和菩萨 别忘了 就你命的药还在我这儿 就没别的选择吗 没有 周莹冷冰冰地说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反正等会儿必须要看到东西 说完她就走了 剩我一个人在原地陷入了沉思 真的要去偷吗 我的手微微颤抖 偷东西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昨天姚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再说拿别人保命的食物 我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 短暂的思想挣扎后 我缓缓捏紧了拳头 当我把食物放在周莹脚下的时候 她略带赞赏地看了我一眼 开窍了 我摇了摇头 没什么比我自己活命更重要 这才对嘛 这种时候 还讲什么假惺惺的人意道德 周莹调侃道 转过头 松了口气 出门看到刚才睡着的两个男生 正在四处找自己的东西 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刚才我很轻松地 就偷走了他们的两个面包 和一盒米饭 但经过一番思想挣扎 我又悄悄把一盒米饭还了回去 大概是我长得太老实了 再加上之前打死丧尸的是有了一些好评 所以没人怀疑到我身上 然后我去了之前藏食物的地方 把之前我私藏的食物 拿了一部分给周莹 周莹说的对 我就是假惺惺 坏事不做绝 好事不做干净 周莹也依她所说 给了我一些白色药丸 起初我还有一心 但服用之后 腹部传来的疼痛确实消退了 后来 周莹又让我去给她做一些事 我一应下 但她提出的要求却越来越过分 比如有次 她看中了一个女生身上的项链 非要让我弄过来给她 我又是给那女生送食物 又死皮赖脸的磨了大半天 好不容易才要来了那条项链 然而周莹拿到项链之后 只是看了一眼 就随手扔掉了 我紧握着拳头 什么也没说 周莹总是倾笑着地看向我 我才知道 这女人根本就不稀罕这些东西 她只是享受 别人服从她命令的样子 欣赏我这副憋屈的表情 更差劲的 还是广播站里的情况 这两天 同学中陆续有人开始发烧 若是普通的发烧也就算了 偏偏这高烧无法痊愈 发烧的同学身上都烫得要命 结合着外面丧失病毒 肆意流传的情况 让原本就担惊受怕的众人 机遇崩溃 不过唯一让大家看到希望的是 此刻离救援队抵达 就只差最后一天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 这几天站里的同学越来越少 最早来的时候 大厅里站满了人 而现在这些怎么看 也没有30个 即使算上被丧失袭击 和外出遭遇意外的同学 也绝不应该少这么多人 突然又听到 一看我倒乐呵了 这气得脸红脖子粗的胖子 不就是前两天骚扰林心那傻子 王东吗 与其说两个人在打架 不如说王东 是在单方面的殴打人 被他打的人明显弱得多 眼镜都被打碎了一半 这人我竟然也认识 正是我们学校那个黑心校医 赵斯 这家伙是走后门进校医务室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看病 每次去都跟你婆婆妈妈说一堆病 每个痔疮都能被说成是半身不随 他还是典型的气软怕硬 遇到老师学生就往死里宰钱 碰到王东这种刺头算是没辙了 他妈的 都什么时候了 老子问你要个发烧药 还敢要钱 王东一拳一拳砸在赵斯身上 让你要钱 让你要钱 赵斯被打得快要背过气去了 他刚动了两下嘴唇 就被王东狠狠一拳打在了嘴上 还要钱不要了 王东大吼道 说话 还要不要了 说完 又是一拳打在他嘴上 还不说话是吧 王东要彻底脑了 用力晃着赵斯单薄的身子 还是想要钱 对吧 赵斯哭丧着张脸 我猜他现在一定很想死 因为王东根本就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这也推不讲理了 同学们也看出了赵斯现在的处境 都捂着嘴偷笑 没一个人上前制止 主要这赵斯平时无法无天惯了 仗着学校里的关系 没人奈何得了他 现在看他挨揍 大家心里都爽到不行 赵斯是真不行了 这家伙也就平时装模作样 吓唬吓唬人 身子其实虚得很 经不住这两下折腾 他竟直接给王东扑通一声跪下了 我给你要 我给你要 祖宗 赵斯带着哭腔道 你还要多少药 我都给你成步 你别动手了 那你还要不要钱了 不要了不要了 赵斯连忙说 王东冷哼一声 那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我带了整整一药箱的药 什么药都有 赵斯这次老老实实的交代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换季 学校生病的比较多 所以我准备了很多感冒发烧药 他奶奶的 那你不早拿出来 没看见这么多人生的并不是 王东听完又气得抽了他一巴掌 这次赵斯是真的哭了 这王东就是原始生物 不管他说啥都得挨打 那我现在把我的药无条件发给你们 还有在这围观的这些同学 你们有朋友发烧了 也都来找我拿药 这总行了吧 赵斯问道 王东这才把手放下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 赵斯松了口气 从地上慢慢爬了起来 一脸蛋疼的揉了半天自己的屁股 赶紧去 别磨磨叽叽的 王东不耐烦道 赵斯连连称事 然后跑进了一间休息室 我看着他点头哈腰的样子 有点不敢相信 这么爽快 就答应给所有人拿药 这不像是他赵斯的做事风格呀 然而这次是我想错了 过了一会儿 赵斯真的拿过来一大袋子药 艾克发给了众人 有人在无常发放发烧药的消息 很快就传了出去 很多同学都赶了过来 王东也非常慷慨 自己留了一部分后 剩下的全让赵斯发给了他们 王东受到了不少赞叹 在战里地位拔高了一大截 整个人也有些飘飘然起来 只是 我看了眼一脸缠媚的赵斯 这家伙可不像是斩省油的灯 在看什么呢 突然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 我刚条件反射想反击回去 却扭头看到是周盈 怎么 连我你也要打 周盈有些不高兴 没没没 这不是没看清楚吗 我尴尬地把手放下 都在这儿围着干嘛呢 周盈越过我 才观察到了王东等人的举动 哟 又一个活菩萨现世了 真蠢 他看着王东笑得挤出褶子的脸 怎么能有人这么蠢 我愣了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 自以为自己做了大好事 实则成了别人的活靶子 周盈不屑地道 而且这么多人这么多张嘴 他慢慢就把 到时候我看他自己吃什么 可救援队不是快要来了吗 周盈只是瞥了我一眼 什么也没说 正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 眼睛无意间一扫 突然看见了个熟悉的身影 灵溪轻力的身姿 在一种疲惫不堪的同学里 显得尤为亮眼 在他身旁 还有一身黑衣身负常见的李修然 两人都格外的吸人眼球 周盈好像发现了什么 正准备跟我说话 突然发现 我正正地对着那边发呆 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他问道 在看什么呢 把你迷成这样 我摇了摇头 没什么 你当我瞎呢是不是 周盈冷笑一声 你明明就在看那个女的 哈喇子都快掉地上了 还不承认 你怎么想都随你 我懒得和他多废口舌 你看上那个穿校服的了 没有 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能用那种眼神看人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 我赶紧把目光收了回来 我不知道自己看灵溪 是什么样的眼神 竟然能明显到 我跟着他走到了通讯室 这个时间点 通讯室里依然没人 他关上门就说 我要给你安排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 我问道 实不相瞒 我看上刚才那个男的了 周盈嘴角微微上扬道 那男的其实我也知道 叫李修然是吧 见完的不错 人长得也挺帅 所以我改变主意了 周盈眼神突然暗了下来 我要李修然过来 给我办事 你的能力实在太有限 干完这票 我就放你走人 我眉头皱了起来 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事 周盈从口袋里 掏出一只装满白色液体的针管 举了起来 我要你把这只药 给那个女生注射进去 哪个女生 还有哪个女生 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 周盈冷笑道 就李修然旁边那个女生 他俩是情侣 拿了他的命 就相当于拿李修然的命 李修然你进不了身 但那个女生你肯定可以 不可能 我脱口而出道 这件事你想都不用想 这么干脆嘛 就算知道他俩才是 一对夜妖一舔到底 周盈一步步向我走近 我没跟你商量 张三去我再问一遍 你去不去 周盈神色冰冷地看着我 不去 我态度非常强硬 就算你让我死 我也不可能去 啪 周盈的手高高扬起 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没想到他一个女人 也有这么大力气 一瞬间我眼前发黑 耳鸣了起来 嘴里一股腥味弥漫 是血 现在立刻躲滚出去 周盈指着门口说 我利落地推门离开 自己决定好的事 就不可能改 身后传来周盈发狠的声音 张三你别后悔 刚出通讯室 就发现外面乱成了一锅粥 地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桌椅都散了架 同学们的尖叫声 也此起彼伏 这是发生什么了 我不禁意疑惑 想过去看看 正好有很多同学 往这边跑 有个男生看见我大喊道 张三 张三在这里 众人纷纷看向了我 没想到还有人认识我 我顿时有点受宠若惊 兄弟 陆波厅有丧尸跑进来了 那个男生过来 紧紧抓住我的手道 现在丧尸饿了好几天 已经彻底疯了 在那边逮到人就杀 陆波厅 那不是已经被封住了吗 我连忙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丧尸会跑进来 男生惊恐地道 张三兄弟 你救救我们 以我们的力量 根本无法和他们抗衡 之前只有你打死过丧尸 万万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一是有些不知所措 众人见状也纷纷对我说 对呀张三 救救我们吧 求求你了 救救我们吧 一个女生突然跪下 哭喊着道 刚才我朋友就在我面前 被活活杀死了 我不想也这么死掉 张三 救救人吧 张三 求求你救人吧 这下我彻底犹豫了 怎么办 这是在逼我 让我怎么选 我也害怕得要死 听到丧尸进来的一瞬间 我的腿就是一软 我想找个地方赶紧躲起来 我想抱着头颤抖 我不想看见任何一个人 但他们都没有停 那个女生对我不停地磕头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在这一声一声的哀求下 我终于破防了 心里一直强撑着的一根弦 崩了 可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学生啊 我轻轻地说 食物回来 你要有信心啊 丧尸在你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后面他再说了什么 我也听不清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能感到自己的声音 有点颤抖 丧尸 在哪 还在录播厅 刚才他没跑出来 嗯 我知道了 我跑向录播厅 每一步迈得又快又沉重 奇怪 此刻我竟然不觉得害怕 明明我是那么胆小的一个人 打开录播厅的门 我一眼就看到了 那个皮肤溃烂 长着两颗大獠牙的怪物 才几天不见 这家伙变得更激醒了 他蹲在窗台上 啃着一个男生的身体 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 见我进来 他把那个男生的躯体放下 冲着我扑了过来 我顺手抄起了一个铁凳子 也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 或许经历着两天发生的事 我本身就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无所谓了 最差不就是一死吗 一分钟 两分钟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但在我和这只丧尸的贴身肉搏下 好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大口大口喘着气躺在地上 睁着眼看像天花板 一阵头晕目眩 而我旁边 躺着脑袋被砸成两半的丧尸 他的两只胳膊被我卸了下来 颜色奇怪地血流了满地 突然戏高跟的声音响起 头顶传来声音 你做的这些 直吗 不太直 我差点就死了 看到来人 我没有意外 而是静静达到 即使是这样 也要继续你毫无意义的伪善是吗 周莹俘下身 明明听我的话就能乖乖活到最后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我知道你不会善罢甘休 只是没想到 这一刻来得这么快 我释然地笑了笑 逞英雄的滋味不错吧 周莹慢慢从口袋里 摸出一把匕首 用刀背轻斧着我的脸 你真的太蠢了张三 蠢到我不忍心亲手刮了你 那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你刚才救的那一群 是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我本来就不一定是周莹的对手 再加上刚跟丧尸搏斗过 只能认他宰割 你想干什么 别怪我 周莹静静静看着我 然后手起刀落 在我腹部划了几下 是你逼我的 张三 我条件反射的全柱身子 却发现他下手并不狠 出血量虽多 但不会致死 疑惑地看向周莹 要杀死我 大可不必这么麻烦 他到底想做什么 正想着 路波厅的门被人推开 一大堆同学涌了进来 丧尸怎么样 丧尸被杀了吗 他们看到躺在地上的我 纷纷赶过来把我扶了起来 询问我丧尸的情况 看到旁边死得透烂的尸体 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啊 突然有个女生尖叫了一声 指着我说道 他 他身上好多血 所有人立刻向后退了半步 一个男生壮着胆子问我 兄弟 你这是怎么搞的 是丧尸抓的 我看到了 周莹这时站出来开口道 我一进来 就看到丧尸趴在张三身上 然后袭击了他的腹部 张三用铁板凳把丧尸砸死 可是已经晚了 那岂不是说 待会儿他也要变成丧尸 看着那只丧尸 常常尖利的指甲 众人惊慌失措起来 不是丧尸抓的 我可以保证 大家不要相信他 我连忙道 但众人看我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 我的身上 五条长长的血迹 和丧尸爪子的抓痕完全契合 这一刻 我突然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真的不是丧尸抓的 是周莹他 我苍白无力地解释着 可是每一个人信我 刚才那些弱小气球的人不见了 他们冷眼看着我 仿佛在看另一种生物 恰到好处的血迹 封闭房间里的搏斗 说我没被挖伤 谁会相信 这样吧 突然有人提议 仓库不是有绑机器的绳子吗 我们先把张三绑起来 等过24个小时 如果他没有变异 就再把他放下来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我被所有人押送到了大厅 先前求我的那个男生拿着绳子 他甚至不敢看我的眼睛 对不住了 兄弟 周莹站在人群最后面 他看着我 冷冷地勾起嘴角嘲笑 此刻我身上有伤 筋疲力尽 又被自己亲手救的人 压在这大厅里 杀人诛心 这远比一刀捅死我 来得更洁气 我被死死绑在 正对铁门的电视柱上 身上手腕粗的麻绳 缠了一圈又一圈 好像生怕我能动弹半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也不想这样 一天而已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众人纷纷说着 不知道是安慰我 还是在安慰自己 我懒得听他们讲话 我不知道自己 还能用什么样的表情 去面对这群人 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他们 没把我扔出去 大概是感到羞愧 他们收拾完我很快就走了 连带着周莹 没人愿意再看到我 平时热闹的大厅 顿时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段时间 让我好好地冷静了下来 我也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其实周莹说的也对 我的确是愚蠢又虚伪 这一切怨不得别人 是我就游自取的 这种狼狈的时候 越是不想见谁 谁却偏要出现 陈朵朵轻哼着歌 蹦蹦跳跳地 从一边跑了过来 呀 张三哥哥 你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他故作惊讶地看着我 不是今天才刚认识了 一个长腿美女 风光得很麻 老是来看我笑话的 随便看 但要恶心我就算了 我冷声道 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哪有闲功夫恶心你 多少男生想要陪我 还来不及呢 陈朵朵突然点起脚尖 把脸缓缓凑了过来 我来 是有一件事要找哥哥 我立马别过了头 谁知道陈朵朵突然变了表情 双手用力把我的脸震了过来 张三 就连看看我你都不愿意 对 我答道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 我嫌脏 你多高尚啊张三 你有多了不起 陈朵朵不屑地笑道 嫌脏是吧 那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还能有多脏 说完 在我震惊的眼光中 他凑过头狠狠稳了上来 我只感觉一个冰凉而柔软的物体 在我的唇上游走 不断地细细瞬息和适咬 二十多年从未有过的感觉 在我心里声疼叫嚣 在手脚都被束缚的情况下 我大脑一片空白 只能眼睁睁看着陈朵朵 常常落下的睫毛 陈朵朵专注地稳着我 突然被齿狠狠咬下 下嘴唇传来一阵刺痛 一股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 陈朵朵这才松开我 他嘴角带笑 一丝血迹挂在他的嘴角 给他清纯甜美的脸蛋 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诱惑 怎么样 被我这么脏的人吻了 滋味不错吧 我冷冷盯着他 没有再说话 生怕再引起这女流氓别的动作 陈朵朵似乎对我这副 愤愤不平的样子非常满意 他眼睛弯成两个亮晶晶的月牙 我都是忙完了 说工回家 张三哥哥刚刚的服务我很满意 会给五星好评的 再见了 看着他开开心心离开的身影 我捏紧了拳头 陈朵朵走后 我一个人留在大厅茫然的发着呆 直到天慢慢变黑 屋里的灯都慢慢按了下去 迄今为止 我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路不听的门明明锁死了 还会有丧失进来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推移 饥饿与疲惫感也开始席卷了我 我把头靠在柱子上 这样还能稍微好受一点 突然 大厅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人缓缓地走了过来 是谁大半夜还出来活动 我凑着头看了半天 愣是没看清他的脸 他穿着整齐的制服 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 连皮鞋都被擦得正亮 胸口处别着一支 学生会的标志徽章 上面的鲜鹤刺绣栩栩如生 仿佛要从胸口飞出来一样 他扭过头看向我 惨白的肤色 在这诡异的氛围里 显得尤为甚人 两个眼眶深陷 手指也血受纤细的 好像骷髅 他是曹亮 曹亮对着我微微一笑 然后打开了紧锁的大铁门 结束了 张三 曹亮 你疯了吗 我大声对曹亮喊道 可他根本不理会我 外面慢慢开始响起了 丧尸的嘶吼声 由远至近 他们的叫声 愈发愈极不可耐 仿佛下一秒就会破门而入 冷汗 一滴一滴地从我的额头滑落 我开始疯狂挣扎起来 这样下去 丧尸进来 会第一个拿谁开涮 结果不言而喻 我感觉自己此刻 就像餐盘上的一块肉 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一只丧尸 就能让我筋疲力尽 铺天盖地的脚步声中 一旦这难以计数的丧尸闯进来 整个广播站 怕是都得全军覆没 越怕什么越是来什么 下一秒 大门就被狠狠撞开 丧尸群闯了进来 他们看见我 眼里闪烁着 兴奋而残忍的光泽 摩拳擦掌地向我冲来 这一刻 眼前的场景瞬间模糊起来 我双目呆滞 思绪变得恍惚 我不是没想过会死 早在知道事变的那一刻起 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我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这么凄惨的方式死去 不过这样也好 看着眼前这些青年獠牙的怪物 我宁可死得连渣也不剩 也不想变成这样去恶心人 但想象中的剧痛并没有到来 取而代之的 是一股滚烫的液体 喷洒在我脸上 我睁开眼 看见了黑衣青年刚毅的侧脸 即使在深夜 她的眸子也乌黑的发亮 手中那把长剑 闪着森冷的寒光 上面沾着丧尸乌黑腥臭的血液 那只丧尸的头滚到了地上 她可能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食物近在咫尺 怎么却是自己隔屁了 当然 如果她还能思考的话 张三 灵溪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 扶着我私下查看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伤 灵溪 你怎么来了 看到她那张熟悉的脸 我心里一时五味杂陈 先别管这些了 我先帮你解开绳子 灵溪坚定地看着我 随即喊道 姚宇 快过来帮一下我 她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正是前几天出事的姚宇 两人手忙脚乱地过来 帮我解着绳子 但不知道那群人绑里有多少圈 绳子怎么也弄不开 好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李修兰简直不要太给力 她出手利落 杀法果断 常见每次落下 都有一只丧尸人头落地 这凶残的速度 甚至震惊了丧尸群 他们围着李修兰往后退 脸上写着浓浓的忌惮 同样震惊的还有我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 杀丧尸如杀小鸡的李修兰 心里不平衡到了极点 无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这就像你小时候 刚刚发出第一个音节 隔壁小孩已经能用 十二国语言唱霸王别姬 你刚学会扶着强战力 隔壁小孩已经能扛着火车 跑几十公里 你刚能写出第一个字 隔壁小孩三年前的作品 已经在各大书法展览里传个遍了 这特么是从小习武 这特么是开了挂吧 你好歹尊重一下丧尸啊哥 我辛辛苦苦才打死一只 你直接给一群都打得往后退 原来这才是女娲 当年辛辛苦苦精雕细琢捏出来的娃娃 我充其量 只能算她老人家随手甩个泥点子 李修兰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突然长剑竖起 朝着我劈了下来 我浑身汗毛倒数 却发现身上变得轻飘飘的 我低头一看 身上的绳子 被她精准地从一旁切断 但凡她多往前一点 掉在地上的恐怕就有我一条胳膊了 灵溪见状喜出望外 拉着我的胳膊倒 太好了太好了 终于弄开了 等下 有点麻 我条件反射地把那条胳膊抽了过来 灵溪立马松开我 有些不好意思 逮低下了头 丧尸们是野兽 但他们也怕像李修兰这样的怪物 他们慢慢向后退散 离开了广播站 只有地上的一片狼藉证明他们来过 谁知李修兰一个跨步追了上去 我心里顿时意紧 我们都深知穷扣莫锥 何况这还是凶猛残忍的丧尸群 然而李修兰握起了剑 直直地冲大门旁的曹亮刺去 这家伙不怎么说话 做事也是直奔主题干脆利落 他竟然想一口气砍下曹亮的头 曹亮自是不会给他这机会 伸出胳膊就去挡他的剑 令人震惊的是 李修兰削铁如泥的剑 在打到曹亮胳膊的一瞬间 竟发出当的一声 我甚至能看到 两者碰擦而出的火花 我趁着两个人打架的功夫 赶紧过去锁上了大门 曹亮宁笑道 李修兰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什么武术 不过是花拳袖腿罢了 李修兰没有理会他 剑柄流畅的从手中一转 再次刺了出去 曹亮低头一躲 又用那只手臂挡住了剑 从没想过 看上去温弱的曹亮有这种实力 我咽了口唾沫 原来怪物一直不在门外 而在门里 那他把所有同学召集到广播站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两人来回打了好几个回合 都分不出个胜负 李修兰虽然没落入下风 却也伤不了曹亮分好 这样耗下去 对我们谁都没好处 我焦急地观战 突然发现了破绽 李修兰 曹亮一直用左胳膊挡你的剑 李修兰把剑收了回来 一转身刺向曹亮右臂 曹亮慌忙 去用左手夺剑 谁知李修兰趁着他手忙脚乱的功夫 直接把剑刺向了曹亮胸口 别说曹亮 我也没想到李修兰还能来这一处 曹亮低头看着自己鲜血直流的胸口 竟然拍手狂笑了起来 好好 李修兰 你是真的行 李修兰只问了一句 还是花拳绣腿吗 李修兰 我承认你确实是有点东西 但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为什么非要插手我的事 曹亮紧紧捂着自己的胸口 你今天这般伤我 来日必让你付出代价 李修兰面无表情地转动剑柄 尖力地剑刃将曹亮的伤口 搅得鲜血淋漓 他疼地跪在了地上 他道 我等着那一天 这是发生了什么 突然传来女生的声音 我们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女生站在不远处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们 刚才骚乱的声音太大了 想来他也是被半夜吵醒的 陆陆续续的 很多同学都从屋里面赶了出来 他们看着这一地的狼藉 以及我们这混乱的打斗场面 都有些不知所措 曹亮趁机赶紧从李修兰见下逃了出来 他满身都是血 看起来毫不狼狈 快拦住他们 他大声对同学们吼道 他们几个是一伙的 想半夜就走感染的张三 还打开了大铁门 放你娘的屁 我忍不住抱了粗口 那门明明就是你打开的 老子看得一清二楚 胡说 我不过是听见响声出来看看 就要被你们杀人灭口 曹亮边说边逃 李修兰一皱眉 也提剑追了上去 两人一直追到了窗户边 曹亮蹲在岩上 半个身子探出了窗户 你要是再过来 我就从上面跳下去 李修兰把剑指向了他 没有说话 大家都看到了 我是被李修兰逼死的 曹亮知道自己逃不掉 大声喊道 同学们 如果不除掉这几个丧尸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们 说完 他竟然直直地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我赶忙追过去 一低头就看到曹亮血肉模糊 面目全非的尸体 曹亮真的自杀了 一时间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更让我感到不安的 是目睹了全过程的同学们 立刻以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盯着我和李修兰 一直以来 曹亮一直都是广播站的主心骨 大家所有的活动都在他的安排之下 其影响力无庸置疑 而现在 这棵乘凉的大树一倒 这些散落的胡孙 也不愿意善罢甘休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提高了声音 曹亮才是真正有鬼的家伙 这样的一面之词 你密要信 但你确实被咬了呀 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还能有假 有同学看着我道 对呀 不管怎么说 李修兰确实是想把你放跑 还有人头头是道的分析 我早看这张三有问题了 普通人怎么会有那么大力气 说不定他们几个就是和丧尸一伙的 串通好了半夜 把大门打开 曹亮发现了 就被杀人灭口 我看着他们 对我们支持点点 心里烦不胜烦 我越来越能明白 周莹为什么说我愚蠢了 在危险的时候 就算去救一条狗 他说不定还能对你摇摇尾巴 但这群几乎失去理智的人 他们满脑子 都只想着过河拆桥 保全自己 反正你们得先把张三交出来 一个男生突然站了出来 指着我的脑袋到 不然他变成丧尸 整个广播站都得完蛋 李修兰瞥了他一眼 要是不教呢 不教你们几个 就从广播站滚出去 那个男生恶狠狠地道 你们这样的人 眼里就只有自己 一点也不畏同学们的生命安全 然而还没等他话说完 李修兰就一剑 消下了他的脑袋 整个广播站的气氛瞬间凝重 所有人都看着李修兰 他拿出一块不擦了擦剑 还有一剑的 继续找我商量 他脸上毫无波澜 就像刚才杀的不是个同学 而是一只丧尸 一只老鼠 但没人再赶支一生 那群缩头乌龟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简直不要太简单粗暴 看这群人微微缩缩的样子 我心里直呼过瘾 跟这群人 本就没什么道理可讲 这下没人再敢拦我们了 灵溪扶着我 向李屋走去 同学们都自觉让出一条路 姚宇还在看着我们 刚才打斗的方向发呆 李修兰走了他才跟上 回到熟悉的休息室 灵溪把屋门反锁 开始给我包扎伤口 李修兰扫了我们一眼 独自走开了 灵溪 你脸色看上去有些不对劲 我一抬头 这才发现灵溪的脸 带着点病态的潮红 你可算发现 灵溪生着病了 姚宇在一旁道 她为了救你 大半夜把我们几个叫起来 连自己还发着高烧都顾不上 我看着灵溪 心里说不出的复杂感情 属实没想到 这妮子发着高烧还来救我 如果没有她们 我绝对早就死在丧尸群里了 我一直没跟她们道谢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但如果有机会 我定会豁出一切 去回报这份恩情 我对她问道 你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还头晕吗 灵溪对我安慰时的笑了笑 我没事 一点小发烧而已 说明明天就好了 不行 你现在赶紧休息吧 我自己也能上药 最后 灵溪没有拗过我 在我的执意要求下 她终于同意先去休息了 好在白天 赵四刚发了退烧药 服用了退烧药后 灵溪终于睡着了 姚宇照顾着她 听见她平稳的呼吸声 我自己简单处理了下伤口 去窗户边散散心 我拿出一支烟 来一根不 李修然背着她寸步不离身的剑 眼睛直直地看向窗外 我失去了自己把烟点着 然后开始吞云吐雾 她看我一眼又把头别了过去 什么也没说 是觉得难闻吗 我看她这反应 问 你也知道 难闻就说嘛 我就不抽了 我把刚点着的烟灭 你说你这人 多交流交流不行吗 天天这样一副表情 要是以前 我是不敢跟李修然这么说话的 但自从她就过我之后 我打心眼里 觉得这小伙子不错 她忽然道 什么表情 就是面无表情 我正经道 你这样一看上去就不好相处 会让别人产生距离感 不说话的时候 看着怪吓人的 我不需要和别人相处 不需要就不需要吧 我继续道 反正你的脸往那一割 摆什么表情 都有女的看你 不像我 我们本科女多男少 老子却连的对象都还没谈过 说完这句话 脑子里不自主地想起了陈朵朵 碰到她算是我倒霉 谁知李修然道 我也没 你没谈过恋爱 真的假的 没 这下我心里瞬间平衡了 连李修然这样的钻石王老五 都还是个星号男 我有什么郁闷的 等等 我突然反应过来 那你和灵溪 她说 我俩是发小 听到这个回答 我心里一直攥着的一个疙瘩 瞬间松了 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有什么可能了 但就是长舒一口气 原来是发小 发小好啊 我狂笑着拍着李修然的肩膀 发小是真的不错 我前两天还刚认识两个发小 她看神经病似的看着我 往旁边挪了一寸 我情不自禁的高兴了一会儿 又和李修然喷了起来 其实别的不说 咱们能考上同一个大学 还挺有缘分的 这大学需要考吗 她道 这句话倒是把我问愣住了 这学校虽然算不上多好 但也是我十几年寒窗苦毒才上的 怎么不需要考啊 要别人说这话 指定是在装插 但李修然看着不像那种人 也是人家体育好 说不准是保送的 我好奇地问 那你为啥要来这个大学 为了一个人 李修然道 为谁 灵溪吗 我点点头 也对 你俩毕竟是青梅竹马 能上同一个学校又是一段佳话 李修然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但动了动嘴唇 什么也没说 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非常能理解 毕竟暗恋这种事 说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话说 你这件事跟谁学的 我好奇心顿起 这年头除了在广场 我还没见过有人拿剑 怪威风的 李修然跟老师学的 是深山里的那种大师吗 我以前去过一次 河南松山少林寺 里面的和尚耍起棍来贼裤 我用手笔划了一下 怪不得你一直没谈恋爱 是不是因为剑谱地叶写着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李修然眉头皱了起来 没有理我 这么高冷干什么 我正准备再唠两句 突然发现她眼神不太对劲 眉宇中充满了戒备 喂 你怎么了 后退 她大喝一声 拽着我的胳膊往后退去 几乎是一瞬间 窗户被打碎 玻璃茶子爆了满地 两只丧尸跳了进来 他们落在我和李修然 刚才站的地方 李修然立刻拔出长剑 架在身前 我忍不住骂道 娘的 这玩意这么快就找来了 这两只丧尸 根本不给我们反应的机会 只冲冲扑过来 李修然毫不犹豫地刺出长剑 我也慌忙摸了个凳子滋味 一番交手下来 我发现这两只和之前那批 完全就不是一个强度 明显要恐怖凶残得多 而且 他们目的很明显 我赶紧把灵溪 瑶宇扯起来 打开门跑了出去 出去才发现 外面更是混乱不堪 别处的玻璃也碎了 很多同学重伤 丧尸抱着他们的身体啃咬 那咔嚓的咀嚼声 听的人毛骨悚然 灵溪害怕地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丧尸已经发现我们了 广播站要完蛋 我们必须换个地方 我对他说 那李修然呢 瑶宇看向了屋子 把他一个人留在屋里 他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 以他的本事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我说 他让我们去西操场的小卖部 他肯定会去那会合 没时间解释太多 我赶紧拉着他们 从大门跑了出去 一些同学也跟着跑了出来 我们三个不敢有半分松懈 几乎是玩了命的跑 慢一分一秒 都怕会把命交代给丧尸 但灵溪和瑶宇 毕竟是女生 渐渐还是有些体力不支 在路过一片小树林时 我们短暂地喘了口气 张三 你快看 灵溪颤抖地指着天空 月亮彻底变了 只见黑漆漆的天空 一轮血月正中悬挂 如果说之前的月亮 只是带着些红色 那现在的月亮 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 那纯粹的不带一丝杂质的血红 看得我头晕目眩 怎么是这么个颜色 话还没说完 树上突然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紧接着 一阵树叶抖落 几只丧尸从上面跳了下来 我的心脏几乎要骤停 两只丧尸甚至都能拖延住李修燃 这么多只 那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灵溪大概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他紧紧抓着我的手 虽然没有叫出声 但我能感到他剧烈的颤抖 我终于注意到了 这群丧尸和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 有什么不同 他们的眼白泛着红血丝 瞳孔是圣人的红色 他们不知道在树上潜伏了多久 才等到我们这几个猎物 立马兴奋的朝我们扑来 来不及想应该怎么办 我条件反射的把灵溪拉在了身后 不管怎么说 我都得保护好他 突然 一阵尘土肆意飞扬 刚才的树上又跳下来一个黑影 我连忙捂住眼睛 这几只丧尸向后退了几步 忌惮地看着来人 我睁开眼睛 飞沙散尽后 一个娇小的身姿慢慢显露出来 他从那么高的树上跳下来 没受一点伤 还能惬意地拍拍裤腿 陈朵朵 我彻底愣住了 你为什么 张三哥哥 你欠我一辈人情哦 陈朵朵扭过头 对着我甜甜一笑 我看到 他的眼睛也是红色的 不同于那几只丧尸 他的瞳孔更加纯粹透亮 红得让人心颤 鲜红的月光打在他的脸上 照着他酱红色的眼 珠红色的唇 说不出的妖艺蛊惑 就像书里说的中世纪巫女 我忍不住问 你能是他们的对手吗 放心 这几个低等生物 我还能招架得住 陈朵朵转过身去 轻声道 我劝你快点跑 不然等会儿 我怕我忍不住 把你们也吃了 那你多保重 我一咬牙 抓起有些贪软的灵溪和摇鱼 赶紧冲了出去 身后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可我却不敢回头 我也不知道 自己害怕看到的是什么 一路跑到了西操场小卖部 但商店大门已经紧闭 看样子里外都锁死了 但我知道这小卖部还有一个仓库 上面有进货窗 可以打碎玻璃进去 正找着窗户的位置 突然被人拽住了袖子 我回头一看 是姚宇 刚才的女生是丧尸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认识丧尸 姚宇大声质问道 难道他们之前没说错 你真的和丧尸是一伙的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 她妈的就是你嘴里的丧尸 刚才救了你的命 什么时候了 想活命就闭嘴 想送死我不拦着你 姚宇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双眼瞪着我 身子气得一股一股的 我懒得再搭理她 好在没费什么功夫 就找到了窗户 而且窗户的玻璃已经碎了 我决定自己先爬进去试水 让灵溪他们守在窗口 进去后 仓库里一片黑灯瞎火 让我顿时警惕心大增 突然感到头顶有中路砸下 我趋于本能的向后闪避 那东西几乎擦着我的鼻尖 狠狠落地 听这动静 如果刚才我慢上半秒 现在都会是一滩肉泥了 我一阵后怕 这是听到一声抱怨 PMB 这都打不掉 烦死了 这声音乍一听还有点熟悉 我借着窗外的光 看清了个轮廓 正是之前手撕沉躲躲的那个女生 刘炎 说起来我好久没见着她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这里了 别动手了 是正常人 我赶紧对她喊道 那边安静了一下 问了句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有点哭笑不得 要是真的丧尸 还会回答你吗 直接就动手了 那边摸摸锁锁了一阵 然后喀巴一声 仓库的灯亮了起来 刘炎看到我后撇了撇嘴道 原来是你 早知道继续扔箱子砸死你了 他嘴上这么说 手却默默拾起了地上杂乱的绳索 想来那些应该和刚才掉落的大箱子有关 我好奇道 这些是什么东西 他们做的玩意 这两天不停有人往小卖部里跑 也不知道是人是鬼 总得做点防备吧 刘炎道 我说道 我还有两个朋友 先让他们进来吧 没被咬过吧 刘炎问 要是受了伤趁早滚蛋 不然别怪我们不留情 我摇了摇头 放心 没人被咬过 我招呼灵溪和姚宇翻了进来 刘炎把仓库的灯关上 道 真是便宜你们了 要不是我们最近人少了心理美谱 才不需要你们这些废物 他特意看了灵溪一眼 很明显 他对这种类型的女生有些反感 刘炎领着我们进了小卖部里面 一进去 我就看到了好多熟悉的面孔 王东 赵斯 和一些广播站的同学 也有人认出了我 但这次 没人再出来说什么了 进到小卖部 我一眼就看到了个熟人 周莹 他坐在一个高脚凳上 双腿慵懒地叠在一起 不得不承认 周莹的身材是无可挑剔的 但真正引起给我注意的 还是他腿上刚换的黑色丝袜 突然有男生笑话道 这小子 一直盯着人家的腿看得不停 眼都快贴上去了 就是 比我们胆还肥 也不怕迎接宰了他 我这才注意到 周莹两边站的都是男生 他们紧紧拥护着周莹 像一群巍峨的山 周莹美艳动人地对我笑道 又见面了 那几个男生立马安静下来 都上下打量着我 又见面了 我看着他笑叶如花的脸 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 总有一天 我要扒掉这层美艳的皮囊 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而且我有预感 那一天不会远了 不理解你 明明这么普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生认识你 瑶宇冷不丁插了句嘴 我没理他 而是观察起周围 小卖部里物资丰富 比广播站好上很多 维持基本的生存应该不成问题 过了会儿 李修然赶来了 我看到他没有受伤 也松了口气 一直到了后半夜 真正到了丧尸肆虐的时候 整个小卖部里没人在敢声张 好几个人守着仓库 气氛紧绷的厉害 突然一声声巨响 惊动了众人 有人在吹前门 开门啊 救命啊 那人不停喊道 里面有没有人 快救救我 所有人都听到了 但没人会给他开门 关乎生命的是 大家看得很轻 纷纷低着头 充耳不闻 那人不死心 仍然一下一下地垂着大门 整个小卖部都是他的哭声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却又说不上来 一个男生终于忍不住了 他站起来狠狠对了一拳大门 别TM喊了 你想让我们都完蛋吗 别过去 我终归还是晚说了一步 那男生说完 门外的哭喊声就停止了 门外的人不再垂了 我听见他轻轻笑了一声 透过门板 传过来一个我很熟悉的声音 里面果然有人啊 寂静 死一样的寂静 不只是我一个人 觉得这声音熟悉 一些同学也听出来了 众人面露惊恐 纷纷看向大门 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大门开始不断被冲撞 门外的东西 就像一群野兽一样 争先恐后地撞着大门 这力度之大 完全不是之前那群丧尸 可以比拟的 是他吗 我看向李修然 后者对着我 轻点了下头 就知道他没这么容易死 我催了口唾沫道 真尼玛阴魂不散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有同学过来试探性地问我 张三 刚才说话的 是不是曹亮 学校每年要开好几次大会 曹亮作为装逼界的种子选手 每次都要上去 长篇大论的发言 他的声音 有几个人听不出来 我没好气到 除了他还能有谁 他真的是丧尸 那同学惊讶不已 又惊慌道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我真是被这些人的 蠢和后脸脾气笑了 我早点说的时候 有人听不 我指着外面 给我滚一边去 事实上也没心思骂他了 现在丧尸群的攻势 越来越疯狂 简直不要命了一样 如果没人防着 这大门迟早得被撞开 这点屋里的同学都明白 有人呼吁 大家一起上去顶住大门 得到了一致认同 我也去帮忙顶住了门 不是因为热心 只是因为我怕死 但这丧尸的力气 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没过多久 我就感觉额头上滚满了汗珠 同学们的状态更差劲 很多人受不住 这一阵阵的猛烈冲击 被直接震得摔在了地上 这时候竟然还有人看戏 女生也就算了 有两个男生在旁边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把顶门的同学气得够呛 你们能不能过来大把手 他们进来了 咱们都得完蛋 无所谓 一个男生理直气壮地道 反正丧尸也知道 咱们在这里面了 大家迟早都得死 对 还非要做这些没用的抗争干嘛 另一个男生附和道 你们 这俩人消极的态度 把底门的同学们气得说不出话 物理女生纷纷头去鄙的眼光 他们也不以为然 悠闲地往小麦布后面转去 这种人我也不想评价 只能说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谁知这俩人还没走几步 或加后面就立刻传来了他们的惨叫 是丧尸 丧尸从仓库里闯进来了 有女生大声尖叫道 这话一出 我仿佛如坠冰窟 才刚来小麦布不久 屁股都还没捂热 就要被丧尸捅破窝了 前面顶不住 后面也要破防 现在的我们进退两难 没办法了 我队也在底门的李修然说 此地不宜久留 你先带林希他们走 李修然点点头 那你呢 我力气大 留在前面顶门 等会儿自保不成问题 我道 但林希他们不一样 我带着他俩跑不出去 所以还得势你 快走 行 李修然看了我一眼 干脆地拉着林希和姚宇向外跑去 和我想的一样 躲避丧尸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也有人跟着他一块跑了出去 但没有自保能力的他们 恐怕得成丧尸的开胃菜 最后 我听见林希交集的声音 那张三呢 张三怎么办 我没扭头看他 继续死抵住大门 此时此刻 内心出乎意料的平静 不管怎么说 坚持到这一刻 直了 轰隆 终于 随着一声巨响 大门应声二塔 这群狂暴的怪物 应声声干翻了防盗门 兴奋狂乱地闯了进来 拱着身子的丧尸们 抓住活人就开始啃咬 刚才还在我身边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煞食被丧尸啃得面目全非 饿了这么多天 他们也疯了 明明已经到了白天 但天色依旧漆黑如墨 没有一丝曙光 能穿透黑压压的乌云 那一双双闪烁着 猙獰红光的眼睛 如猫头鹰般亮起 血腥味在空气中肆意弥漫 耳边吃满野兽们 低沉恐怖的嘶吼 和同学们撕心裂肺的惨叫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我连滚带爬地 摸到了一座货架上 底下的丧尸疯狂摸拽我的四肢 没多久我就重重摔了下去 但丧尸群没有杀我 他们把我架到曹亮面前 将我的脸狠狠按在地上 我一抬头 刚好看见曹亮那双亮如红灯的眼睛 曹亮孙子我草泥马 要杀我刮给个痛快 别他妈恶心老子 曹亮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张三 你为什么没有识变 啥 我不知道这玩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昨天晚上 陈多多咬了你 你本来应该是超市里的一颗王炸 曹亮道 但我今晚竟然感应不到你的一点气息 一点都没有 他的语气里带着紧张和兴奋 我一头雾水 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等等 我突然反应过来 他怎么会知道我和陈多多的事 本来我从没注意过你 张三 你太普通了 除了力气大 没任何值得我关注的地方 这个小小的广播站里有太多比你有价值的人 但他们都得死 你也不例外 即使你能一次又一次地杀死丧尸 我也没把你放进眼里 我冷眼旁观着你 因为可笑的成英雄被同学们绑到大厅 也看到小丫头咬了你 但比起观察你变成丧尸 我更想看看你被丧尸活活吃掉的痛苦表情 原本按照我的计划 只要在夜深前吃掉那些学生 丧尸群就能发生质的飞跃 但我没想到 有人插手了我的计划 曹亮有些咬牙切齿地道 这个变数就是李修然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横插一杠 但是已至此 我知道和他一伙的你带着丧尸病毒 就默许你们逃到了小卖部 但距离你被咬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个小时 曹亮举起自己的手腕 可你现在却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感应不到一点你的气息 张三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听到这句话 也愣在了原地 他说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是啊 那晚陈多多咬破了我的嘴 按照时间 我早就该变成那青面獠牙的猴子了 但我确实没感觉到任何不适 我头脑清醒得很 胳膊腿也能正常活动 我看见人肉没任何食欲 就只想干呕 还没来得及疑惑 突然看见曹亮站直了身子 他脖子上架了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 身后是另一双亮起的眼睛 曹亮 陈多多的声音响起 你把小则藏到哪了 刚刚还提到你 你就来了 曹亮笑道 有话好好商量啊 不要用这么暴力的方式 这么多天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了 现在已经到了约定期限 你也该旅行程 诺了吧 陈多多语气严厉道 赶紧告诉我 小则在哪 别再跟我废话 小则是谁 我看着陈多多焦急的脸颊 一时有些迷茫 别心急 你先把刀放下 曹亮语重心长地劝说着 答应你的事 我怎么会办不到呢 你弟弟在天台 有人照顾他 一切都好得很 陈多多将刀尖又逼近了一寸 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 别想耍任何花样 我突然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曹亮明明处于被挟持的那一方 为什么看起来无比轻松 反而是陈多多紧张到握刀的手 都在微微颤抖 曹亮也看破了他的慌张 仰起嘴角笑了起来 放心 我很快就让你们姐弟团聚 话音刚落 他突然一个肘击 撞掉了他手中的刀 他把陈多多反摔在地上 没有丝毫怜惜欲 赠亮的皮鞋踩在他身上 曹亮狠狠揪起那头黑色长发 陈多多 其实这些人中我最欣赏的就是你 你生了一副好皮相 又是个天生的骗子 那些男人都被你耍得团团转 没几个人能看明白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蛇蟹心肠 但你错就错在不该有软肋 成了丧尸的那一刻起 你就该摒弃掉所有的感情 曹亮惋惜地看着他 家人 朋友 这都是些没什么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牵绊下的你 也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废物 你想明白自己哪输了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好弟弟 我还真拿你没办法 但你不该等到这一天 曹亮平静地道 现在的你 已经远没有和我鱼死网破的资格了 说完 他拿起掉落在地的水果刀 曹亮 你他妈住手 我冲他大声喊道 有本事冲我来 欺负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那几只丧尸 把我狠狠按在地上 发出威胁的嘶吼 别急 下一个就是你 曹亮面色惨白地笑道 待会儿我就活活解剖了你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谁都跑不掉 他将水果刀高高举起 然后狠狠捅了下去 赤 匕首刺破皮肉的声音响起 那声音在这安静的清晨 显得无比突兀 陈朵朵发出一声痛叫 开始疯狂挣扎起来 可他根本不是曹亮的对手 不论怎么反击都无济于事 曹亮很欣赏他痛苦不堪的表情 燃血的凶器举起 再次毫不留情地捅下 赤一刀又一刀 我再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只看到曹亮一下 用一下机械而重复的动作 陈朵朵刚开始还在挣扎 没过一会儿就不动了 他放弃了抵抗 像个没有生命的波偶一样 任人宰割 难以名状的愤怒 充斥着我的身体 我感觉浑身热汗直冒 每一根发丝都要倒数起来 曹亮站起身 他身下开着一大朵鲜艳绽放的血色梅花 看上去触目惊心 他看到我 眼里突然蹦出希望的光 来了 我担心跪在他身旁 对不起 都怪我太没用了 连救你都做不到 别这么说 你不是曹亮的对手 他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 张三 我求求你帮我一个忙 嗯 你说 曹亮把我弟弟关在了天台 如果有机会 你一定要去救他 他才八岁 陈朵朵说着 眼角的泪大串大串的掉 他还是个小孩 就被曹亮抓了起来 一定要救他 我一定会把你弟弟带出去 他像是如是重负般笑了笑 谢谢你 你要千万小心曹亮 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变态 他把你们召集到广播站 是把所有学生当成家畜来养 丧尸是他放进来的 出去找食物的人也是他杀的 根本没有什么救援队 所谓的二十个名额 从一开始 就是个精心编织的谎言 他就是想看你们自相残杀 然后挑选优秀的人 用药物或者病毒控制起来 丧尸 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病 虽然拥有强大的行动能力 但必须要靠吃人肉来维持 我们是最早一批 感染这种病的人 他们好像一直在找一样东西 应该能缓解这种病情 但至今还没有任何消息 陈多多边说边咳嗽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人 这一生 我做错了太多太多事 你觉得我脏也好 恶心也罢 我不为自己辩解 但有时候 上前好像没给我别的路走 可张三 他抬头看着天空 道 如果有来事 我能不能早点遇见你 这句话说完 陈多多缓缓松开了我的手 我这才知道 他刚才不过是强撑了一口气 跟我说话 他早就是强弩之末 快要不行了 我捏紧了自己的拳头 生平第一次 这么痛恨自己的普通 自己的无能 事实上 我根本没把握 能救出他弟弟 身旁是虎视眈眈的曹亮 躁动不安的丧尸群 即使我已经做好了 祸处病的准备 但也没有把握 可我还是答应了他 我看着他如风中 残枝般鲜薄的身姿 心里实在不忍 但一低头 突然看到陈多多 充满绝望的双眼 心里突然一个惊雷 他明白啊 他什么都明白 他快要熄灭的红色眼睛里 饮满了泪水 聪慧如他 怎么会不知道 我们现在的处境 但即便是这样 他也想听我一个承诺 听我骗骗他 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铺天盖地的悲伤 眼泪模糊了眼前的世界 喉咙仿佛背霜 无形的大手生生扼住 什么话也说不出 什么表情也做不出来 陈多多看到我的眼泪 动了动虚弱的嘴唇 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是 别哭 说完 他缓缓闭上了眼睛 他面容甜静 安静地就像睡着了 啪 啪 啪 一阵鼓掌声 打破了我内心的沉寂 我扭过头 看见曹亮扭曲丑陋的脸 一出好戏 真是一出好戏 曹亮用力鼓着掌 笑得肆意张狂 笑得快要捂住肚子 他太喜欢这种 生离死别的场面 他太喜欢欣赏 我脸上悲痛绝望的眼泪 他太喜欢我们这种 明明手无腹肌之力 却还想奋力反抗的蝼蚁 他身后缓缓走出一个人 那人迈着优雅的步子 一双绝无仅有的美腿 标志着他的身份 周盈 好像每次见他 我都无比狼狈 他看着我的眼睛 轻轻叹了口气 我已经麻木了 你也是丧尸 对吧 不 他并不是 周盈还没开口 曹亮就替他打倒 这么美的女人 我怎么会让他 成那种丑陋的东西呢 这么美的一双腿 他俯下身 细细抚摸着周盈修长的腿 脸上充满痴迷和狂热 那种狂热的眼神 让人胆战心惊 周盈没有躲闪 只是把脸侧到了一边 张三 张三 曹亮突然叫住我 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见过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 我内心充满厌恶 我不想和这个畜生 多说一句话 那天在厕所里 我隔壁的人是你吧 什么意思 我浑身一僵 脑子里有些不好的想法 就是五号教学楼三楼 最里面的厕所 曹亮道 当时我就在你隔间 你不是还透过墙缝 偷偷看我来着 怎么 记不起来了 听到这句话 我顿时如遭雷劈 这种感觉 就跟你吃饭吃着吃着 发现有半条肉虫 另外半条去哪了 不言而喻 一切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 但从没想到过 那会是曹亮 我之前就注意过 曹亮特别喜欢看女生的腿 原来不是因为他色胆包天 而是因为 他喜欢所有和腿有关的东西 所以他才会盯上周盈 所以他才会痴迷地观察那些腿 所以他才会自己 穿上不可描述的衣物 好了 让你死个明白而已 曹亮舔着嘴角道 现在废话也说完了 张三 准备好跟我回去了吗 我会割得很轻的 他脸上带着难以抑制的期待 我只要你身体的一部分 供我研究 我会把你养得很好 等你长好之后 再割掉你一部分 我要让你源源不断地 给我提供实验材料 我还要欣赏你被凌迟的样子 一天 两天 直到你死 曹哥 周盈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怎么 曹亮隔着丝袜 狠狠掐住周盈的腿 你也要插进来这小子的事 上一个半路杀进来的 现在正在地上躺着 被我捅成了马蜂窝 死得不能再死了 曹哥 我不敢 周盈将直的身子 道 曹亮很满意他的反应 这就对了 跟我装什么好人 你要真是好人 还能给他注射 那么大剂量的储备药 你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让他活 周盈低头不再看我 算是侧面 印证了曹亮的说法 但我现在没心情管这些 我站起身 突然捏紧了拳头 向曹亮挥去 他一侧身 轻松躲避 开了我的拳头 他脸上带着疑惑 或许是在好奇 为什么我要做这徒劳的挣扎 丧尸群也动了起来 他们感受到我的敌意 再次嘶吼着向我围来 而我越过曹亮 扑到地上 拾起了那把燃蟹的刀 孙子 没想到吧 我高举起那把刀 这一刻 我终于看到曹亮眼底的慌乱 活得我和死得我哪个 更有研究价值 没人比他心里更清楚 可与其落在他手里 不忍不轨地活着 不如我自己痛快点去死 好歹是大佬爷们 这点魄力还是有的 砰 突然一声闷响 一块硕大的石头 精准地砸在我的手腕上 我痛苦地闷哼一声 手中的水果刀也凋落在地 这一下 差点把我打骨折 我刚想骂人 就被一人狠狠拽了起来 快走 曹亮看到来人 瞬间情绪激动不少 李修然 你竟然还敢回来 受他影响 丧尸群像风里一样扑了过来 李修然一手拽着我 另一只手熟练地挥舞长剑 这次是我从未见过的招式 一道寒光出窍 晃得人眼睛生疼 李修然直视着前方 沉重的剑身在他手中 变得灵巧无比 他出手速度极快 耳边甚至能听到 丝丝的破风声 丧尸们腐烂的皮肉 对他削落在地 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三番两次坏我的事 这次还想拍屁股走人 曹亮从丧尸群中冲了出来 他一胳膊挡在李修然的剑上 后劲之大 甚至顺着李修然的手 我都能感受到 这次他用的不再是左臂 星红的月亮越变越圆 他的指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生长 脸上铺满了势在必得 曹亮像风味一般发起进攻 饶势如李修然 也有点吃不消他的猛烈攻势 更何况还有我在这拖他的后腿 要不你先走吧 现在没认识他的对手 我试图甩开李修然 但他却纹丝不动 别说话 他说完 再次带着长剑冲了出去 这次他直奔曹亮搏梗 曹亮自然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两人再次缠斗起来 我也没闲着 一只拳头来回应对着 簇拥而来的丧尸 不知为什么 一股莫名的力量 充斥在我的体内 来一只我就干一只 那一拳拳会到丧尸脑门上 甚至能听到 他们脑壳碎裂的声音 那效果绝对嗡嗡的 曹亮这边就难缠多了 但两人几番交手下来 他也没捞到什么好处 身上多处都因长剑挂了彩 他气喘吁吁的看着李修然 眼里怨毒之意更浓厚 李修然 他一字一顿道 我说过 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李修然甚至没看他一眼 趁着他虚弱的空当 硬生生从丧尸群劈开一条路 拽着我跑了出去 令人意外的是 身后没有丧尸再追上来 或许曹亮也知道 他们不是我俩的对手 因此放弃无谓的追逐了 到了个空无一人的小花园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气喘吁吁的扶着墙歇息 谢了呀 兄弟 我对李修然抱拳道 灵溪他们呢 你安顿好了吗 李修然道 我让他们先去天台了 不用担心 天台 想到天台 我突然想到 和那个女孩未完成的约定 不由开怀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 眼泪就流了出来 从来没有任何时候 比这一刻 让我更庆幸自己活着 我心里燃起熊熊 对生命的期待 谁也没想到 我真的从曹亮手里逃了出来 谁也没想到 我真的能有替他 实现愿望的资格 我一下一下地拍着李修然 心里无比地激动 兄弟 说句实话 我真没想到你这妖牛 和这种时候的曹亮 还能打出个不相上下 你看曹亮那么狼狈 你还跟着没事人一样 搞得我都想拜你为师 说起曹亮 我不禁吐槽道 哎兄弟 你是不知道那曹亮 到底有多变态 之前广播站里那几只丧尸 是他放进去的 他瞎编个什么救援队 就是为了把人当畜生 圈养起来 更恶心的是 是他竟然穿黑丝袜 真的吐了 话说兄弟 咱们什么时候去天台啊 稍微歇一会儿就动身吧 此地不宜久留 我去天台 还要帮人家办事 我这才发现 半天都是我在说 李修然紧紧抿着薄唇 脸色苍白的要命 在我一下下的拍击中 他终于再也忍不住 一丝乌黑的血迹 顺着他的嘴角缓缓流下 我肩状愣住了 兄弟 我连忙去脱他的黑色运动装 掀开衬衣 那冒着黑气蔓延的巨大抓痕 让人触目惊心 我感觉整个人好似雷击般 缓缓瘫软在地 浑身再也没有一丝丝里气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不断喃喃自语 不知道是在问他 还是在问自己 李修然清冷漆黑的眼睛里头 一次有了温度 他看着我 苦涩的勾起嘴角 兄弟 我可能不能陪你去天台了 明明是夏天 一阵阵凉风 却吹得人心底发毛 那种寒冷的感觉 从脚底蔓延到头顶 每一个汗毛都快要倒数起来 明明是白天 夜色却浓得深不见底 一轮红月当空悬挂 整个世界都被蒙上一层 星红诡异的光影 眼睛被刺的生疼 明明没几步的路 我却感觉走了很久很久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 每一步跨出 心底就不由下沉一分 真奇怪 明明身上的黑衣青年那么轻瘦 一米八几的大高个 又洗舞这么多年 结果就占这么点重量 可就这么点重量 为什么让我感觉这么累呢 张三 耳旁是他有气无力的声音 放我下来 别废话 在老子背上好好待着就成 别白费功夫了 他平静地道 趁着我现在还有意识 放我下来 让我找个地方自生自灭 我没有回答他 但仍然没停脚下的动作 一步一步 走得内心煎熬 却也坚决 耳边的呼吸声越来越轻微 轻微的仿佛下一秒就会消失 黑衣青年的生命 就像摇摇欲坠的小船 在风雨中飘零不定 谁也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如果平时 李修兰不愿意做的事 谁也强迫不了 但此刻他连说话都要费力气 这才给了我机会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依然没有回答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能我做的事 完全没有意义的抗争 我改变不了任何结果 但就是看不了李修兰死在我面前 就这样吧 这样也挺好的 本来就是要带我去天台 怎么能路上少人呢 张三 等我变成了丧尸 我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了 他声音依然是波澜不惊 好像说的是和他完全无关的人 他一直轻描淡写的谈生死 不管是说别人还是自己 在他看来 生命是那么脆弱 而不值一提 丧尸丧尸 说的好听是活死人 但一点自主意识都不复存在 沦落为最低级狂暴的野兽 那样的感觉多让人生不如死 我把头压得越来越低 像只骆驼一样 我不敢抬头 不敢思考 不敢说话 但这短暂的沉默 很快就被打破了 李修兰突然发力 从我身上挣扎着摔了下来 他滚到离我机密远的地方 拔出了陪伴自己多年的常见 见任正毫不留情地对准自己 我匆忙去桌内说寒光 却还是晚了一步 刀刃刺破了我的手 血 烟红地血见了满身 他对着我笑了起来 从来没有想过那张一天到晚 一个表情的臭脸 笑起来会这么好看 为你 做最后一件事 时间越过越久 但天没有一点要亮的迹象 无缘无故的大雾弥漫而起 为夜色增添了几分朦胧荒凉 这无边无际的大雾 让人看不清前方的景象 身处白茫茫的正中央 伸手不见食指 只能听到风卷起 枯枝烂叶的沙沙声 黑暗而遥远的未来就在脚下 但却看不清前面的方向 只有生硬的罗卵石提醒着我 脚下有路 我抬头看向天空 那一轮红月倒映进我的眼底 无比清晰 第一次这么平心静气地观察它 发现那滚烫的红 也并非想象中的灼伤瞳孔 而是带着一股子莫名的亲切 而我看着它 自顾自笑出了声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表情 这片雾里 谁又能看清楚水脸上的表情 但这一次 我再也不想自欺欺人了 什么狗屁月亮 自始至终就没有月亮 在这片土地生活了这么多年 月亮长什么样 我他妈会看不出来 天上那个红色明晃晃的东西 从来就是太阳 它一点点地变得血红 光芒逐渐退去 但不代表我认不出来它 不远处那红色的两点亮起 我平静地看着它 我知道是谁 它在这里等着我 而我也在等它 我举起手里黑洞洞的剑鞘 出来吧 不用躲了 我说过 一定会让它付出代价 怎么就是没人信呢 它慢慢地走出来 脸上带着属于胜利者的 情不自禁的微笑 每一下都不履生风 它又换了身衣服 但还是一样的整洁 它惬意地整了整领口 好像是在确认 自己已经穿戴整齐 一丝不苟 整理好之后 它才拿正眼看向我 为什么不能乖乖认命呢 早点死了 不就一聊百聊 非要做这些没意义的事 我是个多仁慈的人啊 不过有点自己的小爱好 不小心被那群混蛋发现 就天天被人戳着几两股嘲笑 还好 现在他们都死了 所有忤逆我的人都死了 曹亮咧嘴笑着 从口袋里 掏出一条燃蟹的黑色丝袜 所有人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插手了 这次 还有谁能救你 是 没人了 我说 没人能来救你了 曹亮 曹亮好像听到什么 天大的笑话一样 咧嘴大笑道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张三 你以为你能跟我抗衡吗 你简直不要太天真 他话还没说完 他不想把命搭在这儿 但是已经晚了 我抓起他那只变形的胳膊 把他拽了回来 又抓起另一条胳膊 如法炮制地 把这只胳膊生生捏碎 骨骼的碎裂声 伴随着曹亮凄厉的惨叫 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 显得尤为甚人 他甚至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 绝对的力量压制下 他没有丝毫挣扎的余地 我坐到他身上 拳头高举了起来 曹亮终于害怕了 他眼底的恐惧溢了出来 浑身抖如筛糠 别这样 别这样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针对你了 放我这一次好不好 见我不为所动 他又提高声音道 我还有价值 我知道很多 关于丧失群的事 他们的来源和规律我都明白 张三你不能杀我 我们联手好不好 我们联手 你这么强 只要我们一块合作 整个世界都会是我们的 对不起 我对统治世界没兴趣 我捏着拳开始蓄力 我只对杀你感兴趣 拳头狠狠地砸下 这一下砸得曹亮头破血流 他的脑袋已经坚硬到一种地步 那是完全不属于人类的硬度 他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我 嘴里吐出一口血 这一拳 是替那些同学打的 又是狠狠一拳 这拳打得曹亮说不出话 伸出舌头不断哆嗦着 眼珠子快要瞪出来 开始不断咳嗦着 这一拳是替陈多多打的 全身所有的精力都凝聚到了拳上 严稠的血刺激得我心里发狂 我把拳头高举过头顶 这一拳下去 这些时间以来的压抑和痛苦 都开始不断叫嚣 这一拳是替李修兰打的 一下又一下 我也不知道自己打了多久 整个世界天旋地转 而我也只剩这么一个 机械重复的动作 回过神的时候 底下的人已经面目全非 或许他不能称之为人了 那稀烂的东西 连一摊肉泥都算不上 他死透了 死得不能再死了 但我心里没有一点快乐 就像这把乌黑的剑鞘 被挖去一块 空得要命 我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对着花园后那块大石头道 滚出来 那石头后 立马跑出来一个哆哆嗦嗦的身影 别杀我 别杀我 我什么都没看到 这人一身白大褂 手里还提着两大袋东西 格格不入的是 他身上沾满触目惊心的血迹 正是那个黑心笑衣赵斯 我还没说话 他直接吓得跪了下来 把手里的两个大袋子 拱到了我面前 您看看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拿 别杀我 我就是个路过的 看了眼袋子里的东西 你哪来这么多物资 赵斯欲言又止 吞吞吐吐地道 这些物资是学生们的 我们从小卖部里侥幸逃出来 可是还没过多久 就撞见了丧尸群 他们都遇难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 就顺手拿了这些东西 我冷笑一声 拽起他的衣领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说实话 和我对视一眼的赵斯 彻底耸了 整个腿都软得起不来 声音都变了质 那 那我都说了 你可不能杀我 我没有说话 冷眼看着他 赵斯这才哆哆嗦地道 大哥 这是说来和您也没有关系 全是我和那群学生的恩怨 您说 我平时对这群小兔崽子 也不错了吧 我平时完全不把我们这些老师当人 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服务 最后却落了这么个结果 我心里有恨啊 所以我刚刚趁乱搞死了他们 顺便也拿了他们的物资 就凭你 你为什么能打过其他人 因为 因为 赵斯的眼神有着躲闪 说 我力声道 赵斯声音细弱文锐地道 我在给他们发的退烧药里 下了毒 有解药吗 没有 赵斯一五一时的交代 中毒的人都会在今天发作 蹊跷流血 浑身没有力气 不过大哥您放心 您这个样子是绝对没有中毒的 死的只是那群无关紧要的学生 我拽着他的衣领 狠狠摔在底上 心里顿觉不妙 心又被救到了天台上 赵斯惊恐地看着我慢慢逼近 身下缓缓流出一滩水渍 大哥 我们刚才说好了 作为一个小人 赵斯足够卑鄙 也足够心狠手辣 但他败给了自己的愚蠢 我抓着他的脖子举起来 像一边用力一掰 咔嚓一声 没有丝毫犹豫 赵斯的脸定格在了那副 不可置信的表情上 我松开手 看他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 有所预感地转过头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花园 教学楼后面 一只庞然大雾露出了头 与我对视了一眼 那是个浑身包裹在黑色毛发中的怪物 他长相奇丑无比 脸上纵横着猙獰可怖的伤疤 像极了放大版的野人 不过看起来要恐怖得多 我已经做好了一场恶战的准备 但他除了对着我吼叫 也没做出什么别的举动 我握紧手中的剑鞘 转身走了 现在我必须要快点去天台 一分钟也耽误不起 我动身起来 向学校里最高的那层楼赶去 在上楼梯的时候 这些天发生的一幕幕 如同电影般在脑海里播放 如果一切都是场梦的话 那该有多好 现在我只是个急忙赶着 刻怕迟到的学生 晚了大不了就挨一顿臭马 但所过之处 遍地的尸体和血提醒着我 就算是 这也只能是一场噩梦 现在 就让我从这场噩梦里醒过来吧 我推开天台的大门 楼顶上照明灯亮起 栏杆边站着一个人 他停停欲力地背对着我 像是在惬意地享受晚风 你来了 他轻轻地说 是啊 我来了 每一步都轻松又沉重 我看着他和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 心里五味杂陈 他转过身 露出轻力脱俗的面容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 顾盼生姿 明眸好齿 眼角的轻轻一点类质 更是增添了一股子妩媚的味道 即使脚下就是血淋淋的女人尸体 有几滴血 还见到了他的小腿上 也难以折损他的美貌 他歪头看着我 眼里波光凌凌 怕是任何人都逃不过这双眼睛的掳获吧 我也是 是从什么时候发现我有问题的 他歪头笑着说道 很早很早了 我认真的看着他 道 我虽然学习差 但人还不傻 从一开始 我就没相信过你 有几个女生会选择走投无路 闯进男厕所 明明有宽敞的走廊不选择 天要选去一条死胡同 我隔壁的丧尸 仅仅是听到我的声音 就那么兴奋 那么多只丧尸 眼睁睁看着你进来 还能善罢甘休 再说说我隔壁的丧尸 他缠了我那么久 你一进来他就掩气息鼓 这太巧合了 不是吗 还有关于月亮的规律 对丧尸群的习性 太过了如指掌 除了曹亮 我从来没听其他人 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我打听了整个广播站 结果没有一个同学认识你这个人 你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你的漏洞太多了 其实你没有认真在骗我 是我心甘情愿上套的 我笑着对他说道 眼泪掉了下来 这点自知之明 我还是有的 我是什么 我张三不过是一个 一事无成的臭屌丝 从来没人在意过我的感受 又何德何能 能得到你这位女神的青睐 这场梦我做了太久太久 现在我不想再骗自己了 灵溪 我话音落下 是一片长久的死寂 灵溪看着我 沉默了很久很久 两久 他才轻轻地道 原来是这样啊 他抬头看着天空 海藻般的长发 随着晚风微微地晃动 其实原本 没想骗你的 但贸然地接近你 怕彻底打破你的生活 才不得已编了个 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谎言 他弯下身 看了眼楼底的景色 能上大学真好啊 在学校的生活 一定很惬意吧 我也想和普通大学女孩一样 吃吃零食 吱吱剧 然后找一个喜欢的人 安安静静地结婚 说不定还能养殖金毛 想想就觉得好幸福 但我不能 从我有记忆那天起 陪伴我的 就是无尽的实验药剂 空荡荡的实验室 无数根管子插在我身上 听到的永远是冰冷的 一气滴滴声 二十年前 两位年少有为的科学家 聚到了一起 他们怀着对科学 极度狂热的迷恋 走进了同一间地下实验室 每日每夜地研发一种 能让人身体素质变强 精神力也提升的药物 他们提取了很多药物 一头埋进研究 甚至用自己的身体 做了试验品 但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实验失败了 这种旨在让人身体素质 变强的药物 被有心之人利用 当中一些灵长类的动物细胞 在运输途中产生了变异 沾染了灵长类动物的一些 外貌特征和极强的病毒传播特性 而第一个中招的 就是当中那位姓林的科学家 作为出生实验品 他的感染症状最严重 被日日关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 成了彻头彻尾的怪物 或许 你已经见过他了 他预手轻指着校园的一处 我顺着看去 有个家伙靠着墙探头探脑的四处张望 看上去憨态可居 正是刚才探出脑袋看我的黑色野人 或许这就是同人不同命吧 相比起他 另一位科学家的状况 简直标好上太多 他不仅没有受 这种恐怖病毒的干扰 反而因祸得福 身体各方面机能 比普通人提升了数倍有余 这与他们最初的想法也相符 我父亲出世后 另一位科学家更改了试剂组成 换掉了当中的危险元素 偷偷给另一批孩子注射了试剂 当中就有他们两人各自的小孩 很幸运的是 这次他成功了 这一批药物没有任何副作用 这批孩子大多都是半成品 原本也活得无忧无虑 没觉得自己有多命于常人 但在这位科学家的观察下 发现第二批实验品里 竟然出现了一个成品 而这个幸运却也不幸的小孩 正是他自己的亲骨肉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连夜从实验室逃了出去 这么多年 他一直流离于偏僻的穷山僻壤 生怕有些什么动作被组织发现 他知道自己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 但他只想给孩子一个最普通 却最平淡幸福的人生 这个孩子就是你 张三 灵溪道 而这个科学家 就是你的父亲张罗祥 这番话把我前20年的回忆 搅得天翻地覆 开什么玩笑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怎么摇身一变成试验品成品了 再者 老张头快是科学家 他明明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啊 但灵溪认真的表情又在告诉我 他没有开玩笑 灵溪继续道 为了保护你这个成品的存在 他们又分离出了一个小组织 这个组织里 全是你我父亲大学时的同学 只专注研究提升身体素质的药物 这个小组织还培养了一批二代实验的小孩 因为二代是公认最成功的一代 包括我 而我们这些半成品的存在 就是为了提供研究材料和保护你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我们也见证你一天天长大 本来一切都恢复正轨了 突然有一天 有人通知我们早期的实验药剂泄漏 世界各地出现了感染的病例 我们心里都清楚 是组织有动作了 组织在各地区 挑选了一部分较为优异的人才 给他们注射了早期稀释过的药剂 这群人就是第三批试验品 他们拥有丧尸的卓越体能 和号召部分丧尸群的能力 并且传染力极强 但强大的精神力 非常耗费他们的体能 需要源源不断地靠吃活人来维持 这些第三批试验品没有成品之分 自身素质越优越 实力就提升越大 但它们本质上还都是残次品 依靠给的定期药物存活 那种药类似镇静剂 是专门用来对付残次品的东西 丧尸血统越不纯 药力也会越大 听到这个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灵溪心领神会般 对我点点头 对 就是周莹给你注射的那个东西 他给你注射了整整一针管 原本应该是没指望你活下去 那强大的药力 绝对能让任何一个普通人瘫痪在地 无法动弹 他是曹亮的人 原本就抱着试试完的心态 给你注射了药物 谁知道你不仅没死 还活得好好的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曹亮 所以曹亮才会把录播厅的窗户打开 放丧尸进来 又联手他们几个精心设计了这么一场好戏 来探探你的虚实 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如此 最毒负人心 我背后一凉 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现在怕是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吧 除了我们这些人 组织还在一些水源和人群里 投放了新的病毒 也就是第四批被感染病毒的人 这一批人最普通 却也最广泛 基本上所有同学感染 都会变成普通丧尸 成为了丧尸 和成为了野狗无异 他们会失去所有的自主意识 只听令于本能和更高阶的丧尸 所以为了观察我 你这么多年一直守在我的旁边 这些事你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问道 不是我 灵溪摇了摇头 是我们 她慢慢向我走近 摸了摸我手上的剑鞘 她和我一样 别看她冷冰冰的 但她一直在你身边 怕是她自己也记不清多少年了 我站在原地 抬头看向了天空 天色依然昏暗 但微风却一阵一阵 吹得心底荒凉 灵溪对我轻轻说道 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吧 救援队快要来了 什么救援队 那是曹亮编的 我刚要反驳 就听见一阵突突声 话音戛然而止 一辆直升飞机 缓缓降落在我们面前 舱门打开 上面下了一个满脸落腮糊的 抠脚大汉 儿子 别来接你回家了 一转眼 我也没算过了多少年 那些事仿佛昨天还发生在我身上 但又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一年的很多事 大抵都记不清了 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一年 全球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暴乱 一种恐怖的病毒席卷了全球 造成人类死伤无数 华夏是处理这个 无端恐怖病毒最快的国家 果断冷静的封城和建立保护区 在国家的安排下 居民们的生活 渐渐回到了正轨 在这种真正的危急关头 你可以永远相信这个国家 时至今日 丧尸仍然美 又被歼灭 但在国家建立的保护区里 居民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 学习 但成文处 永远围着一堵厚厚的高墙 国家贯彻活到老 学到老的政策 这个政策是为了给民族 提供更好的未来保障 很多人因为能重新拾起课本 而欢呼雀跃 但有的人却为此头疼 比如我 我瞪着眼看着眼前的大物课本 还有20天就要期末考试 老张头说 我要是在挂科 就让我回去跟生产队的驴一起干活 正抓耳脑塞着 突然同学里传出一阵骚乱 有人叫我道 他精致漂亮得好像瓷娃娃 眼角一颗肋痣 娇俏迷人 来往的男同学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是不是又是物理题不会 要我教你吗 我赶紧把练习策和上 不用不用 我都会了 不会就不会 有什么丢人的 他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坐在我旁边的位置 你快点复习 等会儿还要去接陈泽放学呢 差点把这茬给忘了 我把课本一摔 那还等什么 现在就去吧 等会儿还有一节课呢 没事 那地中海老师的课 老子不上了 知识人倒霉 喝凉水都能塞牙 那天刚好是院长和副院长来旁听课 爱个点名了一遍 发现少了两人 这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行为 激怒了院长 院长决定要严惩不待 全院通报批评了我们两个 这么一闹 所有人都知道 我带了个贼症的妞翘课了 男生宿舍有几个兄弟 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牛粪 对于这个外号 我只能说是欲哭无泪 张三都够难听了 这名字还横竖不如张三呢 他们瞪直了眼 连骂我也懒得骂了 都顾着看美女去了 这才是大学生活吗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陈泽一眼就看到了我们 立刻甜甜的笑着 冲我们跑过来 张三哥哥 灵溪姐姐 我摸了摸她蓬松柔软的头发 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 有没有想哥哥 或者是想姐姐 我当然想哥哥了 她笑嘻嘻地道 不过我更想灵溪姐姐 这个小鬼头 我谈了下她的小脑的瓜子 我们说说笑笑的走了一路 路上这小家伙什么都聊 就是对在班里的表现和学习成绩 只字不提 这小子 颇有我当年的风采 正感叹着 眼睛无意间瞥见了远处 一抹黑色的身影 只一眼 居然我僵在了原地 我把小泽的手递到灵溪手里 立马疯狂地跑了过去 那人背着一把黑色长剑 在人群中还是那么突兀显眼 清冷不凡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还没转身 我的眼泪不自觉就掉了下来 兄弟 好久不见 全文完